我最近从假面其实理解的一个事情 但这个很值得讨论 嗯 我觉得你们两个也知道 为什么人要原谅别人 哦 哦 哦 对 终于我们有来一个 来一个 我们可以理解 哈哈哈哈 频率比较接近的 为什么人要原谅 像这种 美国好莱坞动画片 对 终于来到欧席的新片 哈哈哈 对为什么人要原谅 你们觉得 天呐 我想了很久 少年谢谢你哦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现在主持棒交给你了 哈哈哈哈 笑死了 我刚刚有一度觉得我 这次画面根本不需要存在 哈哈哈哈哈哈 这里是 我是喝酒的图书馆 一个出租呈现 看所未知的地方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婷婷 诶那你为什么没有在面前 哦对 哈哈哈 没有很热啊 哦 我们今天的造型 是为了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简少年 为什么要这样 当然就是因为不想让他看的太透彻啊 哈哈哈 欢迎简少年 大家好 我是简少年 哈哈哈 不是我的IG 看你们都大概一千次了 哈哈哈 不用带 不用带 太辛苦了 太辛苦了 你会好像会被那个朋友围在身边 然后就说 哎 帮我看一下这个 会啊 超级多 那你会不会有点不胜其扰 我是一个很喜欢解决别人问题的人 啊 因为我在家的时候也在解决别人问题 不过是游戏里面的人 哈哈哈 我以为是你老婆的问题 不是不是 打电弄多成 不就是在解决NPC的问题 我是村民之友 哈哈哈 村民有很多问题 我一直怕搬机啊 干嘛 搬机 那在其中觉得很快乐 哇 对 所以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喜欢解决问题的 然后 会说明就是朋友会问我一些问题 会解决问题 对对对 但是我 后来有时候会觉得 有些人会相对比较羽貌 就没有很熟的人 他可能就忽然间就问你 就是 为什么我欠你啊 为什么我跟你讲 对不对 那 但我 后来又更看开 因为从道德逻辑 我们往前往后来推 更宽广看这件事 他会出现在这里一定有原因 他会想问问你 或者一定有原因 那不如我就好好回答他吧 就类似这样 你会遇到他也是有原因 对 总有一个原因 要不然为什么 所以我面对很多事情 可能会一笑自知 我就觉得 哇 这太巧了 今天怎么会发生这个事情 类似这样 那我就觉得 那我就会回答他 对 就例如说我今天坐在这里 有很多原因嘛 我得刚好要宣传东西 刚好你们有节目 对吧 刚好你们还愿意跟我聊天 对啊 愿意愿意 当然愿意啊 对 而且刚好今天 刚好今天有过 为什么这个时间嘛 对不对 为什么两位穿这样 就刚好在今天 就是这些事情都是 他一定有很多很多原因 结构起来 所以我就很珍惜 每一个发生事 这是个缘分啊 缘分 对 然后我就觉得蛮有趣 我就开始反思 为什么 就是啊 我们当然愿意啊 只是很怕 就感觉上是很赤裸 没有那么赤裸 没有那么赤裸 对啊 刚刚说哎那个什么眉毛 我今天特别眉毛 把他画超级无敌 那你这样 这样你不会很习惯 就是看到 遇到一个新的朋友 你就会开始观察很自弃 这样 不 哎我刚刚学会的时候 其实是很痛苦的 刚学会的时候 你那个 因为你知道视觉这东西 就跟 就算没有办法 例如我看你头发是黑色 就是黑色 蓝色蓝色 是没有办法屏蔽掉 对 如果说我看他头发说 我不知道什么颜色 对 所以你刚学会的时候 就是会资讯两顿海洋 进来 你是很痛苦的 但久了之后 你慢慢就会理解 你慢慢会屏蔽掉 你就习惯 你开始不去阅读某些东西 不去阅读某些资讯 其实久了就还好 所以除非是很特别很特别的 面向的特征 我才会 哎 突然间注意到 类似这样 或是特别惨的人 像有时候我跟我老婆过马路 我觉得说你看那个人 好像惨被他老公打 他说你有病哦 对啊 他说你又不认识他 我说我心系天下 你怎么这样的 我问你 那你去 他说快点走啦 那你那你去餐厅吃饭怎么办 你会看到哪一个服务生 嗯 你觉得他服务特别好 我们在面向 可以用面向看 知道我们师傅有教我们 一个很有趣的现代面向学 他说你耳朵打的洞啊 打几个洞 你就会容易分手几次 就失恋几次 啊有这种事 对单边最多为算 所以他就说 所以每次以前刚学会的时候 我们看那个女生 打五个洞 我们就说哇 他分手五次 就是他说逻辑 他觉得会准 然后我后来问了 也真的蛮准的 久了就变成一个小技术了 我们要不要先来做一下这个功课 简少年在知识卫星 开设了一门课 叫做简少年的现代命运设计课 从人生决策到创造好运 我说真的 我很鼓励每一个人 去学会一种算命的方法 因为我17岁的时候 交了一个男朋友 是 然后我爸非常讨厌他 ok 然后我爸其实是会算姓名学的 哦你爸会算命 我爸会算命 然后他是会算姓名学的 对 然后我那时候刚刚交的第一个男朋友 他很生气 可是他生气的是 他看了我男朋友的名字 他就更生气 他就觉得说我从小到大 在家里面耳濡露染 为什么我都没有学会 他下去的是这个 他去的是这个 这个太难了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 他说你怎么没有学会看 为什么没有 然后后来 他就丢了一本书 你自己看 他的名字有多厂就好了 什么 他后来是 他说 这个人 就是什么花心 什么之类的 你没有跟他说 爸爸帅比较重要 哈哈哈 17岁呢在管这个 爸爸人家是长得像赫军祥 你刚才跟他讲 不是 反正后来他就 你知道 反正他就叫我自己去读那一本姓名学 那你有读吗 我有 真的假的 真的 我觉得那时候开始啊 因为我好奇他到底 天啊 所以你现在是姓名学大师 我没有 我哪有 干 你剪造你了 哈哈哈哈哈哈 可是 而且我觉得 就是学会姓名 应该是说 学会 一种算命的方式是 可以让你自己更理解你自己 所以 Hank知道他有这个技能 我知道 哦 我以为你也不知道 今天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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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们的小孩的名字也看过 嗯 小孩的名字是我自己取的 你是凭直觉就 凭直觉也不是是我有真的找 那个 还有找一些老师看过 我没有找老师看过 你就自己看过 我自己看过 因为 我外面的老师 不是啦 是因为外面的老师 他可能会有很多种派别 他就会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 那我就觉得我会被混淆啊 那我很好奇 这不知道怎么不可以讲啊 我很好奇你们 但你最后决定了你小孩的名字是什么 你希望他是什么样的名字 所以你最后用了这个 因为你知道这个是很多人会问 就是到底姓名学老师 怎么帮自己小孩取名字 那你怎么帮你 你知道吗 你现在是我要开课 还是没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欢迎在 哈哈哈哈哈哈 明信的图书馆 哈哈哈哈 我跟你讲也很好笑 但是 原本我帮我小孩取的 那个名字是一个秋天的骏马 嗯 然后这样很美 你看在那个落叶底下 有马奔跑多美 后来发现秋天的马只会躺着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干我这时候 你看他妈妈长腐烂 取错了 这个后来就改了一个名字 啊 对 那这个名字就是集大成取完了 然后取完了之后就觉得这个名字的玉琪是我 因为我觉得我儿子是一个很有艺术天分的人 啊 对 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浪漫的人 对 所以我就觉得他未来就是就是走向这条路好了 所以我取了一个比较美的名字 嗯 那一种感觉就是对玉琪说希望大家看这个名字 觉得他就是听起来很美 嗯 大概是这样放弃了秋天的骏马 哈哈哈哈 所以没有没有研究秋天的马到底是怎么怎么一个回事 这理解问题 哈哈哈哈 先做点功课 算不如天算啊 哈哈哈 所以后来就改一个名字 真的是改全大家改 我会改什么 如果我刚学会紫围斗书的时候 是在我阿姨的书房 嗯 然后我就拿了他那个那个光碟片 然后放进去 以前那个很早期还有光碟片 现在小一个不知道什么是光碟片 哈哈哈哈哈哈 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 没有光碟机了 现在没有光碟机 圆圆的会反光的盘子 得放进去 CD-ROM 对 然后我就打我的深层八字 我就我妈我什么时候神 我说这个软体很酷 对 就打完之后呢 我就他就想 然后就你也看不懂 底下就有一个格局 他们说这格局 我写我的格局 我印象很像是十中隐喻格 然后我想说哇 这个格局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就查了这个格局 然后查了格局就讲说 哇这个格局是这个 就是外面看起来超废 但里面还行 类似这样 需要需要打磨一下吗 还是什么 对类似这样的什么 都跟磨难干嘛 嗯 就回到现在的时候 我其实非常感触 我觉得那个 那时候小时候很难理解 他早上会蛮能理解的 因为我就是一个 看起来常常骗子算命实 但不是个骗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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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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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看起来是个石头 那里面是个鱼 是个鱼啊 对就不像这个骗子 哈哈哈 你知道这个 这个骗子的这个桥段 我觉得已经发展到一个境界 哈哈哈 有一次我去唐老师的节目 我之前跟唐老师遇到是 在百邻国的餐会 然后那时候 我们就是反正就是 吸脑干嘛的 然后我们上节目的时候 他就说 我其实跟剪少年见过面 他那时候看起来 就是非常是不靠谱 哈哈哈哈 但我觉得是他的问题 哈哈哈 然后我就说 哦对对 我也觉得应该他上身 我就是看起来就像 一个骗子吗 但是后来我慢慢震向 我最近发现这是个优点 就因为原因是因为 你看起来太像骗子了 所以你说了一个话 大家都好像不太会扬起 大家试了以后发现 诶真的 他说是真的 你为什么会觉得 你自己看起来像骗子啊 不知道就说话 可能比较hyper吧 然后就他 而且我往往会说出很多很荒谬的想法 然后大家去试了之后发现真的有用之后 就会不管我说什么都相信我 哈哈哈 为什么那个太扯了 就扯到个程度之后 人就会觉得 他说的应该怎么真的 哈哈哈 这也不是传统 我们看命理师 感觉应该都很沉稳的 对 这是新一代的 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你今天可以帮我看一下命盘 我有没有命带停车阁吗 哈哈哈 我觉得 如果你要讲这面相上来看 对面盘可能不一定看出来 那面相有机会 啊 面相有机会看出命带停车阁 这种逻辑跟迁移工有关 就是说 如果他的这个额头这里 就太阳穴上方这块 你看hank上面这个地方 比较凸 对 因为我这边没那么凸啊 他这里很凸 这里 但也是一种M型凸的特色 就往往回的 对 然后这种比较凸的人 他跟远方的缘分就比较高 你去看空姐啊 什么很多都是这里就比较凸 那这样的人出外就比较顺利 所以他有命带停车阁 相对容易顺利 停车阁 因为停车阁 如果找停车阁是所谓的一种顺利的话 当然是这样 对 但我是不知道台美市有没有机会 因为还是很难 哈哈哈 干我们每次弄都绕八圈 出去可能比较重要 但是这个这个是真的很重要 就是拜托你这一生跟移动啊 远方啊都会很有关联 然后会产生很多的机会在远方 就这样 那我们还在这里用吗 哎 你不要你现在也是 就是Lupacist也是传到全世界啊 哦哦哦 这样也算是不是 虚拟的移动 实在不一样 就是说以前人家讲说 你这个会一定跟要出国工作 其实现在很多没有 他在外商公司上班也是一样 啊 现在可以远班嘛 对因为 呃 在古代的时候他讨论的 那可能不是所谓的 古代哪有什么出国 就是就中国 对不对 中国很古代就只有这样 所以现在人才有什么移动 他只是讨论你可能是一个移动 或是一个长距离的什么变化 那现在可能你在 呃 不管是网路 不管是各种声音 其实你都可以到很远的地方 嗯嗯 所以很不一样 你你会几种算命的方法 呃 如果你讲能够拿来算命 就是说你为你的财运事业什么的话 那我大概会姓名学 嗯 然后智慧斗数 面向 风水 然后 呃 简单的占星 对 如果你只要算你运气好不好 或什么 我也会一些 古典 现代占星 当然是这样 但如果你要到下一个阶段的会 就我们自己算命是什么 彼此认识的会 其实我一眼可以看出你什么时候死 那是下一个阶段 另外一个 那我智慧斗数面向可以大概看出来 风水可以看出来 你这个房子会不会让你死在 是这样 死在哪一年 类似大概 那一年 对 哇塞可以看到人家死在哪一年 有点空 但这个可以可以可以讲的吗 对啊 不能跟别人讲 所以不能讲 但这个很禁忌 就是 以前我们老师会教嘛 然后 但我们自己知道就是 当你学会一课 你才知道那代价有多大 所以其实 我现在教学上我很少跟学生 不教学生这个东西 嗯 原因是我觉得他对人生的翻转太大 就是我觉得在我身上是 感触很强 我以前很想 我是一个算命很狂热的人 我是 我对自己的期许是 我一直希望自己成为刘伯温 嗯 就是人家那种超人 他们那种 拿个扇子 对 你要再留胡子 不要拿扇子 就来一下有电扇 对 反正我留胡子 他像胖骗子的 就 留胡子 干掉骗子 真的太骗了 然后反正就是 我很狂乐于算命 学学技术 然后我又是一个 不是很怕死的人 所以我就是 都想要学到极限 所以 但是当我真的会 理解从面向上 怎么看大家 怎么说死的时候 我才发现 这不是一个很有趣的事 真的 因为 你 就是你学会那一刻 当你回家 可以开始看出你老婆 什么时候死 看出你小孩 什么时候死的时候 这真不是一个 特别快乐的事 真的 尤其 尤其在面对阿姨 对啊 知道太多 很可怕 对 或是你的亲人患 生了一个病 你看完就知道 他没救了 是不是 哇塞 因为你知道我学会 而且还不能讲 对啊 对 我跟大家分享 我学会 这件事是怎么学会的 那时候 好像很少 没有继续讲过的故事 首先 我们在学完面向学的时候 大概书上 有讲一些 大概的方向 但是我 我只是知道 但真实落实的时候 我没有做过 我真的学会到这个 通透的时间点 是因为有一次 有个老师叫云生居士 他说师伯 我在2015年的时候 我拜托他教我 他不愿意 但是不收学生 然后到了19年 19年的时候 Coffee前后的时候 然后他说 他愿意收了 所以我那时候就从 我说刚好 来在北京 我就是每次飞回来 就跟他上课 他就说 他就让我旁听 然后我们就旁听开始学 学学 学到了大概 2019年下半年左右的时间 反正学了一阵子的时候 他忽然就跟我们讲 他说我们快教完了 这个最后一个章节 要教你怎么看死 对 他说我上个月 他说我大概死在几岁 是大概几个月后会死 然后他说 我下礼拜会检查 应该得癌症 我应该会得癌症 应该要死 他就开始讲 教我们说怎么看 他要死了 其实很冲击 oh my god 然后他接着就去看完 可是就拿单子说 你看这医生诊断肝癌 他诊断错了 因为我很快就要死了 肝癌不会死 这么久死 我很快就要死了 然后开始每个礼拜上课 跟我们看怎么看 越来那眼神的差别是什么 离死越来越近是什么样 然后再就是几个礼拜 他会说 你看我是遗障癌 我活不过几月 就我要死了 然后这位堂科 我印象很深 可是去他家 他说不好意思 他说少年 我身体不舒服 你家我们家吧 因为化疗什么的 然后去他家 他就跟我研究一些面向的技术 然后讨一些骨相的一些内容 然后他说 我已经教完 没什么可以教你 你帮我挑张照片 你就拿下好看 我说我觉得老师这样帅 他说那我告别事 就用这张 再见 然后我就拥抱 我回家就爆哭 后来就走掉 然后我就 我在那一刻我就理解 现在这就是死 然后我原本以为 就是因为他讲的很通透 就是当下也觉得还可以 可是 当真的你面对到那一刻 我回家真的是暴痛痛苦 我反正死亡在你面前的时候 人真的很难避免 这个状态 真的太直接 太冲击了 那你现在距离你上一次 你这样的学会看死亡这件事情 这个 这一门技术 到现在时间多长 对 这大概三年了 到现在 那我很想问 那这三年啊 你现在这样子 你在面对死亡这个议题的时候 有改变吗 改变很多 非常非常多 那你之前是怎么看待死亡这个议题 那现在呢 我之前会觉得 就是死亡这件事情离我很远很远很远 对 因为 在这个震撼点的上一次 是我看一个女生 然后那个女生就是 我觉得她好像要被 好像会被男朋友打伤 而且她可能会死 嗯 然后我跟她朋友讲 讲完之后 我说你看好她 找不到她 你要找到她 结果六个月后 她朋友打给我 结果讲 她被她男朋友掐死 然后泡晒三洞 然后我当下 其实那时候的感觉是 我能不能跟她讲 她就不会死了 可是我觉得她很难相信 因为那时候我算的时候 我就问她说 你男朋友会打你 那时候男朋友人超好 不会但最后发生 所以那是上一次的死亡 然后在那个时候 我觉得死亡离我很远 但我那时候都在想的是 我能不能阻止别人死亡 嗯 对 但是当我能三年后 理解这件事的时候 我反而已经不是想 我觉得这事情不是我 不是我能决定的 它是 它是 它是人跟 可能我姓道教 它是人跟神的事 它不是人跟人的事 对 无法改变这个过程 对 因为我不管 我说了 我那时候反复反思 这样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她有一个 迈向的必然性 但我们能在事情走到这之前 可能能做一些事 但做这些事 可能不能从我口中说出来 因为我跟她讲 她可能也不会信 嗯 对 甚至她就会诅咒她 对吧 肯定 对 所以这个过程就变成 如果最后 就很多话 我们不如就说 你去拜拜吧 就这样 嗯 但我会告诉你 这是什么神 可以帮助你 然后剩下是她跟神的事 一个更高维的东西 嗯哼 那你怎么去面对你 看到家人死亡的时间呢 我现在就是行善积德嘛 寻找 我的兴趣是长生不老嘛 因为我的兴趣是修仙嘛 我想知道怎么长生不老 因为算命本身就是一个折寿的工作嘛 这是大家认知 算命会折寿 那我一直在研究 为什么算命是会折寿 为什么算命才算命呢 其实本质是因为算命 本来是一个道教的技术 那道教逻辑就是长生不老 永生不死 所以我花了非常多时间 在研究这件事 怎么样可以让自己 不会死和增加寿命 对 所以更多 我想可能面对家人的时候 我希望他们 可以更多去做一些 所谓道教经典上认为 可以延长寿命的事情 我们就尽可能去做 就大概这样 例如什么事 早睡 道教讲 早睡倒不是 早睡是科学上 早睡 对 行善积德 对 行善 就是道教最有名 跟寿命有关的经典 叫太上感应片 里面就谈到 就是说 他逻辑上 你头上有一个神 这个神每天会计算你的事情 你干多少好事 就增加多少寿命 你干多少坏事 他就拿掉多少 然后拿掉你本来不够了 拿那就开始拿你小孩了 就知道 那你一样做 你做多很多好事 加不够了 你时间到 你还是得走极限了 那就加到你小孩身上 他其实就是一个逻辑 那更多讨论就是行善积德 但这个行善的环节非常多 例如说 小到今天你只是去救一个虫子 你放一个虫子 快被水淹死 你把他救抢 这叫救生命 对不对 或者说再更小 就是可能你看到路边有一个垃圾 你觉得垃圾放在这 会造成别的小孩跌倒 把垃圾拿开 小孩就不要跌倒了 那这都是一个正向的事情 对所以他讨论 那坏事当然也是 就是说你去欺骗一件事 或者是你在你主观意识里面 你做了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可能从科学逻辑上是好的 可是实际上它造成的结果 造成很多人伤害 举例来说 他里面讲某些古代官员 他可能认为说 我们今天去震灾这个路上 很容易有货物耗损 如果我们拿太多米去 可能会造成货物耗损比例太高 对国库不好 那我们就应该少一点 可是因为这个原因 导致米到那边的时候 有很多人都得死 那这时候吃不饱 你就是一个坏事 就类似这样 那一个好事 但从古代这种举官员特别多 比如说他坚持开放粮仓 违反规定 救了很多人 正在给大家吃 而最后他就得到了一个 严守的方法 有类似这样 所以更多的时候 我会一直希望我们 凭占基德去做善事 大概是这样 教我爸爸算命的 那个师傅啊 对 也蛮常跟我们讲这件事情的 他会常常就说 你要去做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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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可是其实很多人 不理解 做什么叫做善事 超多人问的 很多人问 什么叫做善事 然后 这个东西 我做了就有用吗 嗯 其实很多人问这个问题 然后或者是 或过几年以后 我都有做善事啊 我怎么会没 没较好 嗯嗯嗯 真的真的 真的会有人 这样我会觉得 我就常常在想说 哇这个 这个 讲行善基德 然后跟他们讲做善事 好像 还 还不够 知道吗 是 是不够的 不够去满足他们 呃 因为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想要命更好的那种 哇 我就觉得 怎么会有这种 而且他这个欲望在那里 对啊 我不是很 我会觉得说 不是你现在做了这件事情 你就会立即反应说 哦 你也很厚厚的 不是这样吧 是不是大部分人 其实没什么耐心 真的 他真的没什么 没有办法积太久 很希望积到一个程度 要马上看到一个回报 而且 算命有各式各样各种很好笑的事 我还听过有一个算命 然后就跟那个来算命的人讲说 我跟你说 你这四人 你这面看的 就这样而已 你看那个人回去 犹豫三点 跟你讲 分享一个算命的 算是一个秘密吧 我觉得是一个秘密 某种程度可能算是吧 就其实算命师是无法定准你的财富的 为什么这样解释 我算过一个非常非常富有的人 然后 那个命盘打出来 我就说 你这一年很衰 你这年赔很多钱 很衰 他说我那一年 很衰 赚六百多亿 然后我就说 那你这一年财运很好 他说我平均每年赚三千亿 对那年算最差的 最差 所以其实是不好 那年是不好 对 其实揭露的故事叫做算命师是算不了底 看了非常多古书 古书在告诉你说 此命如果在皇宫会怎么样 平民会怎么样 这就是底 因为他如果算出底 他就不用讨论皇宫跟平民 他直接写这个命会怎么样就好了 所以他在讨论的是你同温层之间的战斗 所以你被他说完 你这个很惨 那如果你底很高 你也惨不去哪 再来是现代人可以换底啊 对吧 以前我们很多朋友命很 一些朋友命很烂 但是去国外过日子 那我懂 下次要怎么问 那个我可以换个底吗 他说他剩你绿卡的 去美国读书嘛 这样就换底就对了 换底你拿美金的薪水 你当然换底啊 记下方式都不一样 你在台湾当一个中阶主管 跟你在戏谷当一个一般的工程师 薪水搞不好差不多 搞不好他还多 他还多一点 大部分人在美国 我们讲命理 我说你真正最有兴趣的是命还是理 都喜欢 两个 对 但我觉得还是一件事 命的理 我觉得他有个底层真理 但那个底层真理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想把他找出来 所以我每天花了非常多时间在研究到底他是什么 所以这个原因是可能跟我之前在北京很有关 因为北京人就会从事两种都存在 就是他义无神润二不相信抓命 所以然后因为他觉得你是个骗子嘛 所以你得说服他 用逻辑说服他 所以最后他就是我 所以我就必须要有理 对 我只有命没有用 因为命他不信 他得有理 最后他就信 所以我花很多时间在研究 然后我觉得古人们发现了一些事 但是他们没有科学 虽然不知道原理是什么 把他和在一起 那你觉得 一边相信老天自有安排 一边相信老天也不公平 那他是 其实老天超级公平 公平都不行 这是道教的逻辑 他叫天际不仁是万物如出狗 对啊 就是台风天来 就是大陆台风啊 没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公平不公平 我觉得他有宽窄的问题 如果讨论的今天公平不公平 好像是你跟你同温成比 你会觉得公平不公平 对吧 但是从老头的角度来讲 今天突然地震了 然后公平不公平 你们都在地震上 对 所以你放到非常宏观来看 是绝对公平 对 所有人都面对这件事 但是放到非常围观之后 你就会发现 他好像也没有多公平 因为身高就不公平 凭什么他那么高 我怎么害怕 然后因为爸妈 凭什么他爸妈是他 我不能的爸妈是他 对不对 那这件事 当他解释不清楚 就会回到所谓的上辈子 所谓的前因或干嘛 对啊 所以我觉得本质是这样 所以但是我觉得关键 跟我们刚才 我又在讨论后面 逃避自由真的是有关的 就是说你要先认知有自由 你才有逃避 你如果根本没有认知到自由 你到底在逃避什么 那通常命也是一样 你得先认知到人有命 你才有机会 在里面去找到一个自由 因为如果你没有 你完全没有认知过 你有命 其实你是不自由 如果他是一个算法 你就在这个算法里 因为你从来没有认知过 这个算法的存在 就有点像 骇克人物里面那些人 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 他从来没有自由过 唯有他认知到自己 现在在一个算法里 他才发现 其实我不自由 而我要去改变他 那时候你才真的有 操控命运的过程 大概是这样 所以你问我怎么认知 我认知是这个 听起来好像就是 算命其实是一个方法 让你去理解 你的人生 他有一个定数 但是你其实还有 努力的机会之类的 对这听起来很矛盾 但是其实在道教的逻辑里面 他也非常合理 因为道教的逻辑里面 就是你得先 他告诉你有天地 天地存在 道存的道是规律 规律存在 然后我命有我不有天 所以你接着透过 各种的符咒 法术 祈祷 算命技术 去扭转 你的可能性 但他一边一边在讲这件事 一边又告诉你有天地 有道 有规律 所以到底 对所以你其实记在规律里 你只能在规律里面 找一个好位置 对 然后轻轻的给他扭转一下 对这你说你扭转 那今天你没扭转什么 你就还在规律里 你只找一个你喜欢的样子 所以你在道教 比较有名的经理 那清静经 他里面有一段些 珍藏应物 珍藏德性 珍藏应物就是一种feedback 你是feedback的世界 你不是去抓取这个世界 是世界来了 而我做了什么 有点像太极拳 对吧 过来了 所以我过来 我退了 我再把它放回去 所以道的逻辑一直在讨论 就是你找一个你喜欢的位置 你舒服的位置 你在那位置 但是天地是一直在哪边 然后有规律是一直在在的 你在里面找个位置 那我认为佛教比较屌 就是佛陀认为在这个规律里面没意思 是吗 他觉得这个轮回没意思 因为规律是重来嘛 春夏秋冬 就是迟早就会重来的 他觉得没意思 他不是一直往下走的 对对对 他这个没意思 所以佛教他的概念就是不再轮回 对 最终 所以以前那个有一个道士 有些道士就解释说 他因为佛跟道最大的差异点来自于生已死 这佛教在追选的事情是一个死了之后的事 对吧 因为涅槃本身就是这个生命消逝后的一个事的一个状态 道教在讨论的是这个生命存在的时候这个状态 你没有涅槃嘛 你在这个循环里面的你到底要做些什么 那你是道教徒吗 可以这样讲吗 我是全真教徒 我哥说起来 因为道教徒又分两大派嘛 分成正义派 一种台湾常见龙虎三天师 写符咒庙语等等的 就这个就是一个逻辑 斩妖除魔正义道 那另外一个流派就是全真教讲求 就是修仙 就是长生不老 成仙 所以我们更多的就是在讨论自己这件事 讨论自己 对全叫做讨论自己 就是自己怎么变得更好 然后我们要真功真行 就是说一方面让自己更接近神仙 一方面要帮助别人 帮助这个世界的人 然后才能达到两个结构同时完成 所以我们得锻炼自己的思维 也得去做一些事 然后两件事交叉在一起 对 我最常被大家问什么是修仙 上面是打坐吗 是念经吗 我说我我觉得这样的方法是一些方法 但它不是终点 它是一个帮助你的过程 我认为真正的能帮助你是一种思维的升级 因为所有的道经上讲 呈现都是一瞬间 它就是一个想法 你过了你就过了 你没有过你就在那 有点类似禅宗的逻辑 就是你一开了就开了 然后所以你得体验 然后我上一次得到这个体验是 我有一天在我家房间听到一个女鬼跟我讲话 然后她问我说我要睡哪 然后我当下 这是你的桃花节吗 什么内容要睡哪 很可怕 接过来接过来 对因为结果 因为我那时候是因为COVID的关系 然后我跟我老婆就分房了 所以我那时候就自己刚好睡在我儿子的房间里 这张床 单人床 这个女鬼真的 很会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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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整够好 对 我就想说今天床就这么大 我是要睡哪 对那第一时间我一定开始念经嘛 就是念那个道经干嘛 想要驱魔你知道 那种意思开始骂 到我念一半的时候忽然觉得 他会在这里念语 相逢就缘分嘛 所以我想说好吧 我想他应该有些需求 好像也不难解决 然后我就先想说那我先 在我脑子 因为他听到那瞬间 我觉得那我就 就是想到 假设我在这里布一个 这个莲花镜头 我就说这位师姐 我也是这个凡胎肉身 得睡觉 然后明天早上再说 哈哈哈 可以沟通的就对了 对 他都问我了 我就说这个位置也不大 如果你不嫌弃 那就一起睡着天 对我睡着 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位置不舒服 我帮你把他旁边布置一下 我现在想象的 你这个莲花镜头 你要不要在这边躺一下 嗯 就类似这样 然后 我就说感谢你 然后我就 就是说 谢就是 对 拥抱他 我就说好吧 你拥抱他 对我觉得他 他有些困难 他很难过 或是 然后我就觉得 然后就给他一个拥抱 嗯 然后说晚安 嗯 然后我就睡了 你怎么没有说 那不然这个是不是有什么需要帮忙 这个时间点 我觉得我已经极限了 我光是 想到我 我没有办法再往下来 你的这个理智线太强了 大家已经极限了 我内心只觉得 我累了 然后我就睡了 然后睡起来 然后我觉得不一样 怎么个不一样 对啊 这个怎么个不一样 那个不一样 感觉很奇怪 就你觉得你跟这个世界 好像更加的合一了 你如果你有练气功的朋友 就会感觉到气 你问他 他们到底有什么气 但是那个感觉是 你跟这个气 好像他不是在你手跟外面 他是就过去了 嗯 然后你 你当下觉得 哇 这就是心经里面讲 就是无忧恐怖啊 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涅翻 三世诸佛 对还没涅翻成功 就无有恐怖 就是我没有恐怖啊 我才理解 面对这件事之后 我就没有恐怖 因为面对女鬼 已经是个超他妈恐怖的事 我都可以好好跟他讲 好好跟他讲 就那本人类的事情 我应该都还行 所以 人类的事还行 对就不那么害怕了嘛 女鬼你都不害怕 都可以 对 所以我就忽然觉得自己不一样 我就觉得我升级了 真的升级了 然后我觉得我在这个修炼上的法力 好像高了一个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我就通透了 真的 对 这是最近一次 你问我实际上修炼比较大一个 不一样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mice 过了 他是不是你们家祖先 绝对不是 原因是因为 这会发生这件事呢 我们那天晚上全家做恶梦 不是有 真的啊 我儿子也摸到女鬼 我老婆也摸到女鬼 他去找全家人 对 原因是因为我们反正有一些 我朋友有一些符咒的东西 要我去帮忙画 然后他就包裹寄来 然后我老婆就想要这么 被在那边垃圾 把他拆开来 又说这什么东西 我就说你打开了 哈哈哈哈 我说那今天晚上 不好睡了 我该把它盖起来 对 但也因为这样 因缘机会 我升级 真的升级 就是 不一样的 为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道 道教讲的是这样 就是道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为道日损 所以我们要越来越接近天地 就要越来越接近道 与道合真 就与道合一 所以你要回到一里面的关键 是不能有分别性 那一旦我在对抗他的时候 我是fight 我是有我跟他两个主题 但当我不恐怖 我拥抱他之后 我就是一 我就 你就是他 对 这是一个状态 或许像耶稣讲的 打了周围 给他打右脸 也是一种方法 对 就是你合一了 没有我跟你 就是 我就是你 就是我们就是天地 天地就是我 就是合一嘛 你小孩一出生 你就会看他命牌 会会会 一出生就会看 有 没有跳时间 对 一出生我就会看 明白明白明白 对 看他哪里怎么一张好啊 什么的 所以我很常跟我老婆说 我说他脊椎歪了 去看医生 老婆说 你怎么看得出来 我说 你看看不出来鼻子 这边脊椎歪了 然后去检查 我歪了几公分 医生的吧 为什么看鼻子就会知道 鼻子歪脊椎就歪 像你就是 就是尾椎有点歪掉 对啊 就你鼻子不齿嘛 对 等一下我们这边 画一个比例 那个垂直的线 腰椎有点歪掉 这个应该有 应该有 然后你是 你应该是在胸椎 在第三节左右 对对对 歪在那里 心脏要注意 面向学 从我pokest的人都知道 尾椎歪 什么 尾椎歪 你现在讲不是讲出来 这是个秘密是不是 尾椎歪 尾椎歪 没有尾椎歪 可以是暂时 他是瞧的回来的 对啊 他也不是 所以瞧回来之后鼻子就回来了 慢慢回来 当然 变霉 那如果说我那个 瞧了之后又歪 他就一直震震 震又歪震又歪 这个 对啊对啊 而且这 但这个还好 这个没有那么残酷 紫微斗树可以看出你天生哪里没长好 对 而且我们课程里面也有这个东西啊 就是告诉你哪里没长对 这个会有吗 会会有 告诉你哪里没长对 很简单 变化很简单 就是你到底是 比如说我一个朋友 我说你的那个 就是 间锥没长对 他去检查 有那个粉丝 他就说医生说他间锥多几公分 因为你那个地方没长对 你就不会好 因为没长对是修不好的 歪掉是你可以敲回来 你没长对是没长对啊 那怎么办呢 你就得一直按摩 乐伏 因为他逻辑是这样嘛 你骨头不对 你肉就不会对 对 因为肉在骨头上嘛 你肉不会对 你里面那个脏气循环就不会对 对 所以你就很容易得到什么 比如说间锥如果不对 就是肛门的问题啊 或是妇科的问题啊 对 那像有的人是 他可能天生他的颈椎就不对 所以他永远都肩膀超痛 就是他颈椎没长对 所以他就一摸就会扫一块 对 但是只会懂事 看很快就可以知道 很快很快就可以看出来 很酷 对 以前我们学的时候 老师只有讲 那个叫什么器官不好 我是遇到一个物理治疗师 他在开帮我照超音波的时候 他就说你这个地方 怎么样什么 我说 所以是没长对吗 他说对 我说哇 我说原来 哦 器官不好 原因是因为骨头没长对 然后开始研究每个人 我就说你那里是没长对 然后他们觉得都是 之后我就理解 哦 原来这个叫做 这个没长对 对 就没长 对 就是就不会 我觉得 他根本就X光机 哈哈 超纯 我刚刚才在讲 我讲话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两个眼睛有两个叉叉 哈哈 XX 随时都在扫描 X eyes 但还好啦 我也没有办法说看出什么 你就是刚跟你的小三打炮子 因为看不出来 哈哈哈哈 有些老师 有些老师看得出来 真的假的 真的啊 有一次我师傅就这样啊 就刚打完脸特别松是不是 不是他就是不知道在哪里 因为我属于那种比较比较新的 他说什么 留着一个面子给客人或互动的 我像我们师傅他们那种大师脾气都很硬 他有一次有一个那个女生来实习 我还记得我们上课的时候 坐下来他就说 你头鸡娘哦 哈哈哈哈哈哈 直接讲 场十几个人 直接讲 他说你头鸡娘哦 然后那个女生说没有红粉之急了 哈哈哈哈 你杀你哦 哈哈哈哈哈哈 笑死了 他笑死了 哦尴尬的咧 笑死了 他们就是很迟 都很迟 这个是不能讲的吧 不是 人很多哦 如果你只有他一个人就算了 对啊 但是我们师傅有时候人都很迟 就是直接就讲了 他就觉得我们是就学理讨论 啊 他单纯是觉得这是一个事情 对然后就教我们怎么看他特别兄 他就可以讲 你管他在面子 对 案例先找 对他说 你觉得算命是一种科学吗 不是算 算命永远不会是科学 因为科学要可以双盲验证 算命 人命不会重演啊 人命没有办法第二次 所以永远没有办法 除非这个人可以重活一次 但是 所以你会觉得算命他是一种学学 但永远 算命是古人发现 你可以说他是社会学 人类学 心理学 但你就不能说他是科学 啊 对他是古人发现 科学的定义比较严谨 对对是这种 我们如果讲也很严谨 但如果你讲他是一个社会科学 那可能有机会 哦 对但如果你要演讲的是 出做那种很像物理学 化学 他其实不太是太难 这不是很多时候是除了 譬如说这个算命可以算到你 譬如人生会发生什么事 但很多时候是看你怎么去看他 怎么去解释 怎么去 对就是你的情绪面 你面对同一个事件的时候 你的情绪是不一样的 你认知是不一样嘛 嗯嗯嗯嗯 所以例如说呃 克死异乡 是个悲剧吗 嗯 在现代是个喜事啊 因为现在拿到绿卡 哈哈哈哈 完全不会被他诈骗啊 移民美国对吧 所以他就是个喜事啊 对啊 然后你看这样子卫多数里面讨论 呃劈腿是一个是用急心来做 不是用煞行 因为古代纳窃是喜事啊 现在就me too了啊 对啊 就完全不一样的解释 完全不一样 跟着时代应该完全不一样 所以严格之外 他根本不是在讨论 是人把他拿来套在人身上 他在讨论是这个物质的状态 嗯 所以这个物质可以是人 他可以是狗 他可以是一个电器 他讨论是 对于我想道教是公平的 你们都一样 你们都是金木水火土的组成 对 你没有比较伟大 有类似上 对 对 所以他其实不是讨论人 所以那你怎么解读这个状态 他到事实是有距离的 嗯哼 因为事实是不一样的 是人去认知的 对 但是状态是 那是个状态 状态 那种火烧起来就是状态 嗯 对 就这样 所以你的意思 你的意思是说 你常常会讲说 就是其实 人 命运是可以自己掌控的 是 你常常讲这句话 对 就是这个原因吗 对应该说 命有一道规律 你可以想 我觉得比较 那时候我以前举个例子 比较好的例子是说 假设你这条命叫5000号 就是抽5000号把你卡 命抽出来了 然后接着你透过行战机的 你可以挪动一点点 你大概挪到 你可能变成4999号 再一直挪到4800号 这个命就越来越不一样 然后你越早开始挪动 他就越有可能走到另外一条分子 但是大概率你还是在同一条轨迹上 因为你能改变服务很有限 就像身高一样 对 你可以长高多少 但你中有个极限 对 但你正在成长的时候 多跳一点 多运动 还是有帮助的 对你越提早认知到这件事 可以有这件事 然后这个号码代表只是状态 还不知道事实 这个5000号的命放在台湾 又放在美国就两种 他们就讲 你知道Facebook崛起的时候 就是马克索伯伯的崛起的时候 同时间在泰国有个天才创业家 是海苔小王子 就这边不同的地区 他们两个截然不同的命运 所以他们都是天才创业家 嗯 这样你这套命放在不同的地方 这些人不一样 所以 你知道很多人会问说 譬如说在姓名学里面 同样叫沉浸性 有没有 我的沉浸性就是狗生 我的沉浸性他就是 对然后他们就是姓名学不准 对 都拿这样的去变证 对啊 可是我的 我那时候在看这个 就是用姓名学去看这个逻辑的时候 我常常会说 我说这种大概就是跟 种花一样 我的逻辑是这样 就是你放在不一样的 我觉得你放在不一样的环境里面 同样叫兰花 对 放在水泥跟放在土壤也就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你的你要怎么栽你自己 或者是你到什么样的环境能够把你怎么栽 你知道那个其实是 我觉得那个是 我常常觉得说我如果这样子个性的人 我如果生长在一个很 很有钱的人的人家 我肯定就是一个人见人讨厌的人 就是你知道就是譬如说 什么爱慕虚荣这一类的东西 我大概这辈子不会去修正他 我觉得 可是就是因为我生长在我们家 然后我接受 我就是在这个家庭里头有很多的考验 所以我才能够慢慢的有机会去修正我自己 讲到这个我倒想到一个有趣的事情 我先把性命学的内容讲好 我也想了超级久 因为超多人问我老师性命学是否准 老师性命学真的有用吗 我想了超级久之后我得到一个结论 第一个是没有完美的名字 因为没有完美的人 对吧 因为有缺陷 所以每个名字一定有缺陷 所以各个流派的矛盾就在这个点 因为没有完美的名字 所以A门派觉得好 B门派觉得不好 是因为B门派可能凸显了他的缺陷 是个必然 第二个是性命学到底有没有用 我就说同样一个容器 今天我说这个是装茶的跟装烟灰的 他我说他是烟灰钢 烟灰杯那他就装烟灰 他的命运就不一样 我说他是茶杯他就会变成装茶 我说他是花瓶 那他就插花 所以名字的影响就像是同一个容器 你还是你 你没有变 但不同名字会决定大家怎么看 那决定怎么看 你其实就有很多很多变化 所以性命学有用在整 你改变别人对你的观感 所以那时候我是这样解答 我认为改变 但是你本质还是你 你还是得做好你自己 但是讲到刚刚讲说怎么摘这件事 或是父母到底是什么环境这件事 我最近倒是一个有趣的理解 这跟前世今生比较有关 其实我认为呢 如果一个人他愿能 他如果有一个任务 假设我们讲每一个人 在这世界上有个任务 这是一个游戏 你下一次要结个任务 这任务的前提是 可能像你得帮助某些 跟你同样处境的人 例如说从小家庭辛苦 后来走过来 你得做这件事 前提是你得有同理能力 因为你得经历过这一段 所以找不过你在上面 你玩这游戏的时候 学了一个愿 你说我希望帮助未来所有人 就是像我这样的人 我得救他 我也让他站起来 那你就得先经历过 前面这段吃死的过程 哦 你的意思是说 我在下来之前 我先曾经 对 你可能许过这愿 或是说 对 然后 谁让我回去 哈哈哈哈 速度快 哈哈哈 这时候牵扯到 所谓的菩萨 很多人说 哇 这个人是活菩萨来着 这个人是菩萨转世 什么 哇 就宣道嘛 宣讲 讲佛法 我后来觉得 呃 结合经济学逻辑里面来讲 就是很多经济学讲得主 就在研究穷人嘛 就是贫困这件事 真的是给他钱就解决了吗 通常不是嘛 你给他钱 可能没有解决核心问题 如果他不看医生 他很快花掉 他没有管理钱能力 所以当 今天搞笑的是 如果有一个人 他发现好多好多人热死 他就觉得 哇 就一个 不要让他那么热 不要让他热死在这 但他发现就这样太慢了 他就许愿说 那我下来发明冷气 他就下来 开始发明冷气 那他就是完成他的任务 所以我就发现说 在某种程度来说 也可能他是一个任务 他是一个菩萨转 是他得帮助这个系统 变得更好 某种程度上 对啊 所以你的状态就是 像你讲 你没有上在有钱人家 可能就上上面 你在挑选这个游戏的时候 你就设定你想要 对 蔓延这个角色 对 为什么我突然有一种 被设定成那个电动玩具里面 对 对啊 而且你看你还做了一个媒体 对吧 所以你得 你这几件事得同时发生嘛 你得有这个过去 你得做媒体 媒体里面让大家听到 有这样的他就卡卡 站起来 为什么你不是就过你自己的日子 不做传播呢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设定 就是这个世界里面有 他原生的著名 也有设定的人 会不会有人问一个算 算尽天机的命令师 人活着意义是什么 超多耶 我超多粉丝就在问这件事 对啊 然后我说 在道的逻辑里面 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意 因为你在命盘上一打开 你会看到夫妻宫 兄弟宫 子女宫 关系宫 但是这些宫位呢 你每年都会走到 他不是永远在那个位置 是你流年有时候走到子女宫 夫妻宫 所以跟你运势有关 所以我说 这个命盘是你 同时也代表所有的人 所以你的存在 在别人的命盘也是一样的 你的存在就是他的子女宫 他的夫妻 所以你存在本身就是这个意义 那接下来 你可以选择你要做些什么 那如果你问我 我会告诉你 永远在 当你在面临选择的时候 永远选择更善的那个 那我不知道你现在面临选择是什么 那你可以选择更善的那个 更好的 这就是行善 他不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 就例如说 你今天忽然间 店员忘了找你钱 你可以选择喷死他 或者是说 不好意思 那个你稍找我了 类似的 好好讲话 对 或者是说你今天是健身司机 算错钱 你可以喷死他 问他是不是骗你钱 或者是 就算了 永远选择更善的那个 你在当下 你其实是有选择的 那我觉得 这就会慢慢让你走向那个 更好的路 对 但会不会有人常常会说 我没得选择 有啊 超级多人在问我 我记得最经典的是 很多人会问我说 老师我跟我爸妈 真的没有办法相处 我真的尽力了 我人生真的尽力了 我问他说 你勾勾勾吗 哈哈哈 等下 这是什么东西 哈哈 哈哈 这什么东西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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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嗯 她先生有逻辑 她就说 通常他一定会说 没有 对吧 我就说你连Google都没Google过 你凭什么说你尽力 我跟你说 对吧 这很基本逻辑 我改天我要去看一下 如何与父母相处 这个关键字 他到底几分 对啊 这是一个基础逻辑 Google都没 你Google都没Google 你凭什么跟我讲你尽力 这不是最基本吗 人类现在干嘛不Google 对啊 他就会一死雨色 然后后来这个Google 其实他是会找到一些方法 因为人类就是里面你的困境 不是绝对不是一个 夺奇葩的困境 这人类已经太久了 那个关系他妈太久了 不是只有你 你专有的 如果这件事已经人类发生了几千年 那你给Google 那我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人永远都在困境 在困境的时候 他永远都会觉得 他自己没有得选择 在这个困境里面 我觉得这是一种结构性的问题 就是说他同时 他不愿意放弃A 也不想放弃B 也不想放弃C 也不想放弃D 但他想得到F或D 这个在很多客人问我 很多客人问我 遇到渣男中最常发生 例如说他就是超爱 他就说我就是要在夜店找男朋友 但我想在夜店找一个超乖的男生 我说我平平是谈恋爱这个游戏 为什么你要选梦魇模式呢 就是被怪摸到就会死 为什么要这样呢 你为什么不选一个Easy mode 他要选那个最难的 对 既然钱都投币都投了 十块都漏掉了 叮叮叮叮叮 超乎 对 就是好想一个梦魇模式 他老人有需要持续感 他反过来就是觉得这是一种快乐 他就理解了 原来他享受这个被渣男楼铃的一种来回 对 那他最后就接受了 那接受之后他就过关了 他过关了嘛 因为他发现 这个就是这个game我很乐爱 我就是 就是要 就过了 对 后来发现渣的其实是他 哈哈哈 对 发现他那个爱梦魇模式 他喜欢nightmare 对啊 那会不会有人问你说 我如果理想跟现实 我要学哪一个 我以前有学过一个 呃听过一样的课叫未来学 所以我会让他分析一件事 就是他理想的未来 哦 因为未来是一个抽象 对 你讲那个理想可能是一个很标的 一个标的 嗯 大家可能不知道 但他一定有个泡泡 你知道想象的泡泡 他美好的生活会长这样 那 美好的生活会长这样 那我觉得就你这个美好的生活长这样 那你可以开始分析吗 你列出五个让他走到这个阴子 那列出五个走到地狱模式的阴子 那你把你人生现在排出来看 你这个阴子的人生排了多少 他管把都是地狱的靠 那他就改造走美好的阴子 那你可能画 但这没有那么快 他要花了三年五年的时间走向这条路 对 但这个学问很好笑 这个学问本来是欧洲用来做都市规划 嗯嗯 对 他们讲的是城市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但我想这在人身上也可以啊 所以就把他放到人身上 对 我觉得 简少年没讲一件事情 我都觉得他开启那种 你知道电动 方便大家理解嘛 对电动模式 然后我都被套入耶 哈哈哈 这个这个是最 第一个是因为他喜欢打电动 第二个是这个大家都容易理解啊 我觉得这个很好的啊 这个是一个有趣的事情 这个是要起到前世经济 哈哈哈 这个也有前世经济 打电动的前世经济 我就是在教小孩的时候 我发现一件事 就我觉得人学东西需要场景 嗯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跟小孩讲 他就不会懂 你刚才会烫不要碰 他就觉得不会烫啊 要把手拿过来 对 那就是因为有场景 就是没有场景的时候 人是难以直接理解这件事 很难 对 没有这个场景 所以当人需要场景的时候 你脱离这个场景边界 对他讨论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还跟人家讲说 为什么你听不懂我讲话 嗯 不是他不是他不尊重 是因为他没有那个场景 嗯 他真的听不懂 对 所以我常常 我说而且不是他笨 我很常觉得说你怎么那么笨 都听不懂我讲话 但我很常讲 就是我说不是 你这是要跟清朝的状元说iPhone 他也不会再跟我讲笑 哈哈哈 他超聪明 他不然你跟我讲笑 你有病 对 所以跟他讲说 按了可以打电话 妖鼠 哈哈哈 妖鼠 对啊 他一定这样觉得吧 哈哈哈 对 所以这个逻辑就回到 我就发现说 所以你学某些事情学得快 或你可以理解 可是你上辈子就发生过 都发生过 对 所以你有那个场景 啊 就你上辈子经历过 所以那个场景在你的前世里 场景还没忘 所以你得到知识 马上能拼上你就会了 你就会装 学东西特别快 对 因为他为什么学不会 因为他没有经历过那个场景 但你上辈子 可能某一辈子你已经做过了 你知道就是这样 那他的上辈子会是什么 可能是别的事情 哈哈哈哈 就不一定是 对啊 就像我很不会剪东西啊 别的事情 我老婆就不要经历剪东西啊 我就觉得我上辈子肯定没剪东西 对啊 我也有先练习过 对 但我学算命就很快嘛 所以我可能做几辈子的算命词嘛 啊有可能 所以我一听就会啦 嗯嗯 对啊 我一听就是 我就知道这个逻辑就这样了 但很多人真的不会 真的 对啊 那你以前听到都市规划的方法 都可以把它拿来 对 这件事在围级分上 可以充分的表现 哈哈哈哈 什么意思 有些同学一听就会啦 一听就会了 哦哦哦哦 然后你发现有些同学是 什么家 山修都不会过 什么家都不会啊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真的欸 那我数学很烂 是这个意思哦 上辈子没有过这种场景 也有可能 对啊 有可能 我数学超烂 每次别人问我说算命难不难 我说比三角函数简单一点 对啊 可是我觉得 我很能想像你数学很烂耶 数学超烂 真的 超级烂 超烂 烂到 我就学渣 超级学渣 你是不想学啊 还是真的烂 都像安慰自己啊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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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欸 你知道这个话真的对小孩不是一个好 不能说不是好事 那就很好笑 因为我 因为我爸是建宗的 所以呢 从小我一出生 所有人都觉得我一定会考生建宗 嗯 而且我爸还是村子里面的唯一的建宗 就很厉害 很牛逼很会读书 光不光 结果 我儿子一定会 结果我就没有考生建宗 就功课很烂嘛 他们就说 啊 你儿子很聪明 是不爱学啦 哈哈哈哈 我就觉得对对我不是不会 我喜欢我一定做的好 是不是人生是很残酷的 你喜欢你也不一定做的好 所以我就有莫名的自信 我老婆一直讲你怎么莫名的自信 我说一定是小时候阿姨他们灌输我的 告诉我说你只是不喜欢 不是不会 你觉得你是一个理性的人还是感性的人 我是个超级无敌理性的人 然后理性到一个极致之后开始有了感性 就是我用理性去推论感觉 游世恩也说过这句话 是吗 真的 他是蛮需要他会养老妈 我没有我就足不出户宅男 我去理解很多次 我很多很好笑的事情 例如说我老婆这个故事讲话很多次 就是有一次因为我是没有 我们家几个人好像室友 我妈很狂乐于佛教 然后我爸也是一个很天的人 所以我们就是都好像室友 然后有一次就我老婆说 你去问那个就问他爸 他说你去问爸要不要买苹果 问我岳父要不要买苹果 你去帮爸买苹果 我问我岳父 帮我岳父买苹果 我就走一去问说 爸你要吃苹果吗 岳父就说不用啊 然后我就跟我老婆说 他说他不要吃 我老婆超生气 你去摆就对了 问屁问 我说他说他不要吃 你干嘛强迫的啊 他说他客气 我说那他不想吃 我说所以人是会想吃的 然后我就结婚到他们家 家庭比较大嘛 有一次在一桌上吃东西 就整桌吃饭 然后我就倒了我饮料 他也喝 说你帮爸倒一下 他没说他要喝 然后我说你很白悟 你要帮所有人倒 我说他不喝呢 他怎么生气 他说没有 他倒就对了 我就开始倒 对你来说 这个是他没有说要喝 就是不需要 对啊 那他想喝 他就自己倒就好了 你这样算不算情商低啊 但我就是理解快 就我理解这个规则快 我理解完我就可以一直执行 就像刚刚讲出门就好好做人 出门就好好做人 出门好好做人 因为我刚学会的时候还要学夹菜 我老婆说你要夹菜别人 我说好 那我就拿我的筷子夹别人 他说你脏不脏啊 你要拿公块 怎么了 这样也错了 我就理解公块 从此之后我就用公块夹菜 我就是一个理解的人 就是我必须要理解 你才可以去为你所用 所以我需要大量的阅读 大量的阅读 我觉得他根本就是一台ChatGPD 之类的 就是AI 对AI 必须一直要喂养他讯息 或是一些规则 一直不停喂养你 然后你就会照着这个模式前进 对就规则 是不是这样吗 甚至演化出新的观念 他需要一个很大量的road database 有一次我跟我老婆吵架 他怒碰我说你不是大师吗 你想个包子打出来啊 你老婆对不对 然后我说好 我就开始想 然后我们就想了超多东西 从此之后我们就不吵架了 啊你想了什么东西 我一个词叫做专业名叫做非线性沟通 非线性沟通 对什么叫非线性沟通 就是一开始我理解我老婆是学霸 然后我就发现说 我一开始以为是男生女生的差别 然后发现是学霸跟学渣的差别 就是呢 学霸呢 我居然说 是不是在家被霸了 不是 这个过程很有趣 我问了我周到很多朋友这个问题 后来发现学霸都会是一样 我说如果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我家在吵架 我就说你干嘛这样做 是不是上次怎么样 之前怎么样又怎么样 那这件事又怎么样 所以你现在才这样 然后我说你觉得这是五件独立事件 还是一件事 学霸都会说这是五个独立事件 就你今天假如没整理东西一定有 我们可以讲很多原因 我们一开始说就是你上次又怎么样 你那次也这样 你跟上次不是一样吗 学霸会说这是五个独立事件 然后呢 我说这么好明明就一件事 因为我想要佐证他这个问题 是来自于这些源头 好 所以这五个如果都叫独立事件 就叫非线性 因为他不是一个串联起来 他是独立的 线性就是他是直线的 对吧 那我后来就这个理解完之后 我就理解 难怪我老婆每次都觉得 我为什么要 就无止境的踏伐他 是因为我在举这个例的过程 因为我讲话很快 所以我说已经举六个例子七个例子出来 他就觉得你为什么要骂我七件事 这不是一件事情吗 然后我说可是没有 我就在讨论一件事情 我只是想让你理解这件事 然后再往下之后 我就发现一件事 最好笑的就是 后来跟学霸学渣 没有太直接关联 通常是这样 被骂的人都觉得是非线性的 骂人的人都觉得是线性的 就例如在骂你 我就觉得六件事是一件事 被骂的人就说 哪有这不一样 这两件事啊 你干嘛牵着一起 对 所以我就发现说 所以那如果反怪不就好了吗 从此就非线性 非线性是什么 就不能举例 不能回推 所以不会翻旧账 也不能类比 只有这件事 那你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呢 举例来说今天假如没收东西 你唯一能讨论的是 就是为什么今天没收 也不要讨论为什么 因为为什么是线性嘛 回推嘛 就是你能够说好吗 直接说 对 不是下一次能够说好吗 那他就说 哦好 就这样 那就结束了 结束了 对吗 那他可能说不行 那为什么不行吗 他可能解释一个为什么不行 他就想出一个为什么 那这个为什么 是他脑海里的为什么 就是真相嘛 而不是你觉得 我会吵爆 都是因为我觉得你这样 但事实上那个人觉得 我哪有这样 就类似这样 非线性 从此之后 我们就非线性沟通 就每次要面对一些事的时候 我就会非线性 就再也不会吵架 那你有 你这是刻 要怎么说 刻意去调整成这样 对啊 就这我原来这样讲话 就不会吵架 就这样讲话就好 因为我就是不知道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生气啊 我想说 我只想告诉你这件事 为什么你觉得我一直在 吃跟你吵架 从此之后我就只有这个讲法 事情就达成了很多很好笑的过程 例如说 有一次没有收东西 然后我就说 我就说那我想收这里 他说你不可以收 因为你收的时候 我不知道放哪里 然后我就说 那我不能收 那这里要变干净 所以只能你收 他说对 我说那你收吧 他就开始收 就这样 理解 你先把书房收一收 嗯 好 我想一下 对 他没有做就说 那什么时候能做 对 对 他都会找一堆借口 哎呦 我说这些就是很忙 那你就在接下来能怎么做 对 因为他想追起很忙 就是又回到原因嘛 对啊 他讨厌原因 我们讨厌下一次能怎么解决 他是不是牵托网 对不对 不是一定会这样 但这个方式 不是这个方式至少能不吵架 因为你到时候 你知道那种吵架过去就是打烂招 我先举过一个例子 我说有一个故事 童话故事都是这样 世界上会爆炸都是这样 就两只吐蕃鼠非常相爱 然后他们开始 他们隔了一道墙 太想见面了 两个就开始挖这道墙 挖挖挖挖挖 挖完之后柱子断了 天花板掉下压死他们两个 就是个悲剧 但人都是这样 就他们太想为一件事情好 嗯 所以他们想尽了办法 一直挖 一直挖 然后两个人都是为这件事情好 只要一个人放弃心 今天没事 但两个人都为这件事情好 所以天花板在那边压死 嗯 不管在爱情 在婚姻在亲子关系里面 很多时候都知道 我为你好你为我好 我们两个就把枪挖断去压死 所以只要有一个人知道说 哦干旁边可以走门 他们就不会死啊 嗯 那他就没事了 所以非线性的逻辑 就是为了这个设计 两个人不要为了一个 我们都想要达到的目的 而压死对方 我刚本来要问他说 那跟其他人相处的时候的 这个关系 我后来发现他出去就像个人 应该没什么好问 对对对 基本上他的逻辑就很简单 对 对 一以贯之我觉得 对啊 对啊 那就是这个prompt 这个指令 你下下去了 对 simple 你老婆那你在家是 就看就是一般人 就是看卡通啊 每天做一样的事 哦 像我每天睡前 帮我老婆按摩 然后就按摩 没有为什么就按摩 就这样 可是你这件事情像个人啊 没有像个人 他说他按摩 所以就按摩啊 哦 哦 你在家是机器人的 我发现 他没有任务 你在哪个机器人啊 你是扫地机器人 有时候他叫我买牛奶 很好笑 他说你去买个牛奶 然后我就买回来 他说这牛奶还过期 你知道吗 我说但我买牛奶了 哈哈哈哈 然后他就说 你要买一个没有过期 我说那你指令要下去 我怎么知道 他就是牛奶有分 我以为上家都会有良心的 都给我 对我还拿最前面最新的 哈哈哈 最前面就是最要过期的 我理解 我下一次就是会看 下次就会了 哈哈哈 所以满意度越越高哦 他跟我相处满意度越高 时钟隐喻 哈哈哈 原来就是看这个人 就越高越高 在犯错中成长的 这个很厉害的 不是啊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你知道越来越测试 被训练的越来越好的 一个机器人 我是黄金圣斗士啊 第二招没有 对我没有用 不会犯第二次错 哇这个很可怕这种 对对 我不会犯一样错 这机器人 练一练之后很难打败 你的脑袋 那个database 有一直被输入 就会进一步 我觉得我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 会升级的角色 哈哈哈 全GPD 4.0 然后你是会自己更新 对 所以我最可怕的魔王 是什么 就是会升级的魔王 你会升级 他也会升级 一直迭代这样 很可怕 好厉害哦 也没有就是大量 但需要很大的意志力 就是你要让自己 去执行每一个事情 但就是会 我觉得是好 而且会习惯 习惯其实就 就没有什么难度啊 我想要问少年一个问题啊 你有没有遇过那个 会有人问你说 一个人都可以过得很好 为什么我要找另外一半 那你就一个人啊 可是 可是我的重点是 他心里面 他其实一直在不停的问的是 我要怎么样有另一半 你知道他跑 他跑问我 我回答很直接啊 我说 要码就找一个人 要码就一个人啊 他说那我真的很想 那我怎么知道 我适不适合 对不对 找另外一半 我说你找个试试看 你这个是完全是 工程师的脑袋 对啊 很多那种千丝万缕的 那种纠结啊 那他接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假设是你好 你这样跟我对谈 你又继续问 还是你就放弃啊 就quit了 没有 因为他们或许想要理解的是说 为什么我在感情上面 因为他一直教不到 如果是客户来问我问题 我就会说六年后的机会 然后他就会说 六年后的机会太久啊 我说总比六年后的都没有好啊 他就说有道理 他说你能不能加速 我说可以啊找数码 就跟课程一样 就是你会碎就找数猴的啊 你找数码就好 然后他就说找数码就爱不动啊 我说那你要不要类似这样 就我会告诉他一个答案吧 可是我觉得 我就逐答案给你 我就逐答案给你 对啊 真的 诶 逐人机会不能感性聊天的 是吧 也可以感性啊 我还是可以 我就回答他 你是我们不是在感性聊天吗 我们现在在干嘛 我觉得 我在逐人机会聊天 我没有 我好好回答你 对 而且我会告诉他一方案 例如说你去拜祖先啊 哈哈哈 对啊 我说你超度你阿公 你就会爱情运变好 你去试试看 对啊 然后就去试 就发现哇靠 神机神效 他就会OK啊 我以前一天最多会看到 有些人看过最多人 一天看80个人 哇 就办活动开始拍 我就开始一直看 一直看 旁边都要休息 我就说 我觉得没事 我跟医生一样 就跟chap gpt 排队 对 就一直回答 一直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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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狂热 迷一样的狂热 就是很奇怪 迷一样的狂热 就是很喜欢解题 但其实我也是我朋友说 少年是怎么 就感觉这么的中恶呢 我说没有一件事 比一个人说他的工作 是预知未来 更中恶的 对我的生活就是嘛 我每天起来就是 我有个能力是预知未来 这个太中恶了 但这是我的生活啊 我的职业就这个啊 所以我从底色就是中恶的 那你喜欢呢 但是重点是 对啊 但就是一个对中恶的人 听起来你很enjoy这件事情 我很喜欢算命 我狂热 很enjoy 非常enjoy 对 我很喜欢看算命的书 超热爱 我超喜欢干这个事 是为了可以预知未来 所以你很狂热吗 没有预知未来是他的功能 但我想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他真的想做的是解题 或者是理解那个更深层的一层 对那为什么 然后他没办法改变 他有办法过关 这应该有个关 好奇 好奇 对 好奇 无限的好奇 无限的好奇 可以过关 这事情可以过关 这一关应该有能过 现在过不了 我们再想一下 等一下再过 我最近买了一条假面骑士的腰带 给我自己 然后那个假面骑士的形态 叫做无敌玩家 他讲的就是 我觉得我的生活就像是 无敌玩家 就是我面对很多事我觉得 就是破关 然后我不会输 给我时间 我来想办法 所以你没有 你没有什么焦虑惶恐的时刻吗 过去的人 没有 而且我就算命税还好 哈哈哈 我可以看出自己什么时候会好啊 我有什么好焦虑的 那你不好的时候呢 那接下来还会好啊 所以你不好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就拜拜啊 就拜拜 对啊 就问神明 就是行善积德啊 捐钱 就是这样 就把能做都做了嘛 那如果真的不好也就这样 那你除了不好 你不好的时候除了行善积德以外 你还会做什么事 没有 没有 打电动 打电动 打电动是日常生活 日常 我不需要打 我不需要打电动 去排解很多那种情绪 情绪的劳动 因为其实很多人来问我问题的时候 带着情绪 我得跳抽离这个环节 不然我会带他的情绪回家 我就会觉得 因为他们的故事 都很惨 我就会觉得天哪 对 那我谁抽离 就打个电动 觉得好一点 就这样 或是在游戏里面 为非作弹 就是你在算命的时候 听到别人的故事 你还是有共感 他在面前一巴比滴 一巴眼泪 我要多没共感 不是真的缺GPT 好歹 好歹歹是有鲜有肉的一个人 对啊 他们看 我讲累 对啊 讲那个 你要怎么办 那种难题 就是你 对啊 例如说 我就讲 有一个礼拜 有七个人妻跟我讲 他刚自杀完 然后 七个人妻 对 超屌的 连续七个告诉我 他们探都蛮好的 各种自杀 然后 说他们现在就外遇 他问我外遇 对象会不会回来爱他 他不外遇就要死 我想说 那这给我两条路 要嘛外遇 要嘛自杀 没有老公 这个选择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啊 关公抽签啊 问神明啊 我就抽一支签 问关公怎么办 关公说 问我就对了 我说好 然后我就抽了七支签 分别给七个人妻 说关公跟你说这个 这我不能回答呢 你们自己误一下 但那个七个千丝 其实很有玄机 真的啊 那个千丝 七支都不一样 所以代表 有的人妻表面上 跟我说的是这个事 但私底下根本有这个事 因为他想的可能是钱 他想的可能不是爱 对 那有的想的可能是 他就是今天 他想死这个事情 其实跟 不是根本没有关 对 他其实是小害死 所以这里面就是很多复杂 我发现我知道真的有极限 因为我只能从这个人 给我资讯中理解 我能弄穿他 一定有极限 一定有极限 但神明没极限 真的 所以我就给他 真的 那这我讲这就是情绪 还是有情绪 嗯 关公真的很 这个也可以算这个 这个职业的职业伤害 但我都用手机线上抽签 干 哈哈哈 哈哈哈 你知道那个 不是小小的城市吗 怎么难得倒关公呢 哈哈哈 对 我一直在推广拜拜 有一个行为 然后这个行为 大家用了以后 就有全新的理解 然后就发现很多很有趣的事 就是你走之前要问他 你可以走吗 就觉得他不能拜拜完 就是问完就走 对 你不会在那里问他 所以我可以走 对 不会多问这一个 对 那我推荐这个原因是因为 很多时候 你在意的事 并不是他认为你应该在意的事 所以我们在拜完之后 我就会跟他讲 我就会说 你还在问他 他有什么要交代的 因为搞不好你问的是事业 但他还在告诉你 你妈要出事 但你没有问嘛 所以他 你就拿不到这个签 但他会跟你讲 你问他有没有要交代 他搞不好给你一个签诗 然后问完之后 你要再问他 你可不可以走 因为搞不好他要你留下来 他有一些安排要给你 你不知道 像有一次我一直不能走 然后我说要再拜吗 他就说对 然后再拜一圈回来之后 我说可以走吗 他说不能走 然后我说那我要怎么办 结果我一走出去 就被那个庙的工作人员拦下来 说你是检少年吗 我就对 他说你最近做的不错 你还来拜 帮我们就是说一下 这个你还拜原因 就录完之后 他就把这个影片发到他们那个信众群里 就忽然间信众都认识我了 所以就是神明要给我一个流量 所以叫我不能走 他说因为那个工作人员还没来 就不能走 不能走 然后等他来 然后最后忽然可以走 我就站起来 那个信众就刚好来上班 就那个工作人员刚好上班 去每一间没有拜拜都是 对问神明 最后就是怎样我可以走 但其实我说穿了 我说这也是个基本的礼貌 你今天去拜访一个人 走之前就这样 你就撤退了 你过于说这个王董 王董这个我们这个案子谈 可不可以 我可以可以可以 签完就走 没有问他说王董 那我先走 有没有要交代 王董可能还要交代啊 没有大部分人就撤退了 王董签好 掰就走了 我知道这个逻辑啊 就是出门要像个人啊 出门要像个人 那你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大概是什么事 我觉得刚刚是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刚上班的时候那时候真的蛮惨 对我以前在杂志上班 我在FHM上班 哦 对就是后面会转头 就是会一直看到在修妹子的 那个照片 真的假的 FHM 对然后办学美比赛那时候 刚毕业然后那份工作 最挫折的时候有一次 因为我们家那时候很穷 我没有钱 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很靠腰 就是因为公司他们公司规定 是没有配电脑的 你得自己去带一台电脑干嘛的 然后我还一直靠老板 我说你听过做电话行销 不配电话的吗 他就做网路行销 应该配电脑给我吗 他说不我配网路给你 我说有道理 对反正公司规定嘛 那很合理 因为你开公司 可能为了我一个人 坏了什么规矩嘛 对 所以我就跟我一个朋友借电脑 我邻居借电脑 然后我说好好把电脑借我 就打在电脑工作第三天 我就打翻水杯淋在上面 电脑就坏了 哇塞 我不只他妈买不起第一台电脑 我还得赔一台电脑 我都没有电脑了 然后我没有电脑之后 我就觉得 咖啡什么事 我刚才我没有钱还 我要领薪水才能还你 然后因为我没有电脑 但我还得工作 我得跟老板交代 所以我就得把我的电脑 就我在家里面打电动的电脑 桌机那种大台的搬去公司 然后我就把电脑搬 就我边骑车边觉得 看你妈我今天回家没电脑可以打 对啊 好惨哦 然后我就 这真的很惨 这真的很惨 我就把电脑搬去 然后把萤幕搬去坐在那里 我令你觉得 太惨了 真的太惨 惨绝人寰的惨 所以我就有一段时间回家 我只能就是 跟我室友借电脑打电动 但也没电脑可以让他 他只是在闭电 我就没办法打我的电脑 所以我那阵子 我都是公司最晚下班 老板觉得我表现很好 因为我回家没有电脑可以打 我就在公司打电动 总是找得到方法 我加班到9点多 10点到公司打电动 打一打回家 旁边的影音机 要过来硬东西出来 我就觉得好可怕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影音机 一直硬东西出来 有人在旁边看你打电脑 吓死人 但我那时候工作表现超好 因为我就想我也不回家 就在那边把工作多做一次 我年轻时有一个 我是一个认定之后 就会一直做的人 然后我很喜欢笨方法 就是我觉得这是对的我就照干 所以我因为我之前在微软实习过一阵子 然后我就被我老板垫得跟狗一样 他就说你做这个报告 我又看不懂 还有你讲我才干得做太烂 我说好 所以我都会习惯一个东西做两次 那个逻辑就是我再笨 我做第二次应该比第一次好 所以我记得那阵子 我在家没电脑的时候 我就在公司把所有 我交出来的报告做两次 就我做完一遍 明天要给老板 我做完一遍 我会全部再做第二次 删掉再重做一次 然后再交给老板 所以我的performance都超好 就是这个原因 那我想要问一下 会算命的科技宅男 欢乐的科技宅男 我已经名号超长的 你用命理的角度去看 爱是什么 爱我觉得是一种认知 是一种很底层的认知 就是它从建构到发生 都是你没有办法感知的 但最后直到它发生 那颗你才知道 原来我爱他 这种感觉 就是爱他是一种 爱是一种很底层的一种状态 但他就是默默的一直在堆着 我觉得它跟恐惧很像 就你都不会发现 直到他浮出来 你就问 这是什么感觉 我在害怕 爱是很像 但它是一个堆叠过 它不是一瞬间 它就是一个很多事件 你遇到很多事 或是过去很多事情交叉 在一个环节中之后 最后你在 这一个场景下 体现在水面上 是一种底层认知 你爱你老婆 你也是从这个方式去认知到你爱他 因为我有一个对他和对别人不会的情感 对 那我们认知这个情感 我们定义一个词叫爱 因为他跟我对我妈的情感不一样 他叫亲情 如果一样的时候 我应该叫亲情 对 他不太一样 所以他应该是爱 明明我爱我妈 那个是一个 看你怎么定义这个东西 生命的意义呢 生命是一个状态 因为这个状态 它可以让你有很多的可能性 和某种自由 因为当你逝去的生命之后 你可能是破碎 你可能不是一个在变化的状态 你可能是破碎 你可能是某一个阶段的灵体 但我觉得生命是一个 把每一个阶段 每分每秒连贯在一起的一个状况 所以生命很可贵 因为当你把很多事情连贯的时候 你会开始理解某些事 想通某些事 而且你呈现出来的一个样式 就像还有命可以截关 还有这一关 就还有继续玩 不会死 死了就要到下一个游戏了 所以生命是这一关 我还在这个游戏里面 我还有机会 我还有血 我能找到办法 我能把这个游戏破关了 对 然后能让这个游戏更好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这件事牵扯到下辈子 那如果我死了呢 下一关呢 对不对 就下辈子 这时候切到我之前 我老婆问我说 她说你下辈子想要干嘛 如果你下辈子想要当什么 我说首先从这个逻辑来说 如果我这辈子成功 应该是不会死了 我就是 就修宣成功 我说那如果 她说不幸死掉呢 我说不幸死掉 代表我说我可能没有成功 但我觉得 我觉得做 现在做剪上瘾的频道 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我觉得 它是一个正向的飞轮 我让大家的正能量 大家更喜欢我 我们就一直循环下去 就很好 我说如果我这辈子解决 让很多人类解决了之后 我觉得我这辈子 没有太多的心力 花在动物身上 我有点可惜 但我时间真的很有限 所以我下辈子应该要去 做动物界的减少年 他说那是什么 我说 动物界减少年 但我希望能广泛一点 受众广泛一点 总是比较OK的 所以最好是两栖的 海里面跟陆地的 我是海里面 也可以成为陆地上的KOL 这动物界 他说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东西 翻来说就乌龟吧 活久一点 总比较容易成功 做乌龟好 你看看乌龟不是比较最长寿的 两栖动物 而且绝大部分的乌龟是 就是他没有办法上来 他其实海龟跟陆龟 他是没有办法一直兼并在两个环境里面的 没有办法像普董太郎 搭那一只那样 到龙攻城再回来 后来他们查查 发现比较适合的是什么 是娃娃鱼 因为我一开始跟他讲说我想当龙 他说那也真的有龙啊 我说好吧 那就讲娃娃鱼呗 发现娃娃鱼可以活两三百岁 真假的 对而且娃娃鱼是两 你知道娃娃鱼长什么样子吗 是有点像龙圆有角的 对对对 头圆圆的 我怕大家想的是Nemo之类的 那不是 他是两栖吗 他是两栖的 所以娃娃鱼可以上岸 你可以下去 然后最深最深的海里面 是有超大娃娃鱼的 他可以到超深海 也可以在前海 也可以在陆地上 所以他长得也挺像龙的 所以我觉得那不得下辈子 我们就当娃娃鱼吧 就这样 然后给我两百年中有点机会 就是 做KL 他也是这样 希望 不过你们搞不好 不要成为娃娃鱼 所以 希望下辈子 我们可以再合作 下辈子搞不好 你们不要成为娃娃鱼之类的 最好是我们下辈子 还会是KL 如果有机会 他就问 对我们可以组一个天团 天团 娃娃鱼天团 娃娃鱼天团 SHE 娃娃鱼的SHE之类的 消失 对就回到这个 那对我的生命 就是下一关 下一关我就是娃娃鱼 然后开始 对啊 做这个游戏 就下一关 你除了打电动 跟看假面骑士以外 还会做其他的事吗 看漫画 还是这是同一件事 对 这同一件事 可以除去的这三个游戏 睡觉 我今天早上就是睡醒 然后打开电视看假面骑士 早上睡醒就看假面骑士 对 因为我早上睡醒就休息 我就醒脑 我就不知道干嘛 我就看假面骑士 然后我老婆就跟我老婆去吃早餐 吃完早餐之后就回家 还有点时间看一下假面骑士 然后接着坐车去公司 然后今天拍一整天的街边看相 然后就回家 然后接我儿子放学 然后回家之前还有点时间 我就睡了一下 因为等一下来录着 然后就再去接我儿子放学 然后玩了一下我的假面骑士腰带 然后就来了 我的腰带就是一个变身 就是我出门前我有疑似感的行为 就是会让他叫 然后变身这样 就无敌玩家 他就会唱一首歌 他就是害怕无敌 就是无敌 无敌中的无敌 然后就出门 然后就放手 就这样 oh my god 真的 非常吵 我觉得我真的输了 真的 我现在完全被打败 他完全是我不熟悉的领域 不熟悉的人种 难怪你今天这么安静 对啊 我的问题就是我一直试着去理解说 这到底是哪里来的 真的 我就脑袋一直用 我想说奇怪 今天怎么都没有问题要问 我不是 我追不上 我今天一直处在一个 他没有想象这个样貌 对 我一直在设身处地想象 没有早上起来看假面骑士 那个感觉是什么 然后想象不到 他不在我的Database里面 你们没有早上起来看剧的朋友吗 没有 打电动 没有 没有 哇 那真的我们是两个世界 对对对对对 他是两个世界的 对因为我最近看假面骑士 我早上起来 我连打电动的力气都没有 不然我早上起来 打一下电动 真的假的 对 特别哦 就是我如果需要阳光 我会打开我的太空战士 然后在里面看阳光 然后我感觉很美 对是这样 看夕阳勒 就是游戏里面可以调时间 时间会夕阳 我们会看到那个夕阳 很棒 哈哈哈哈 PS有一款游戏叫对马战 是现在做最好画面的游戏 就在里面会有很多落叶秋风夕阳 我们就在里面看着夕阳 然后泡里面的温泉 哇 然后我把它拍照 自拍 我其实一直在想 我一直在想一件事 原宇宙应该就是为了你们发明的吗 因为我是原宇宙狂恶者 对啊 我觉得这个完全就是为你们发明的 我就是最什么VR 全部都是第一个买的 我今天一直在想说 我这一集如果出去啊 然后我在想说 我们所有的听众 到底会怎么看我们两个 没有 就是理解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不是 应该是说 哇 你知道 通常来这里 然后被我们问问题的时候 都被我们斩的片甲不留 有没有 居然有一个人 从头到尾 电动以及假面器 就结束了 贯穿了 这个主题吗 贯穿了整个 以以贯之 以贯之欸 而且很诚恳 这重点是 超诚恳 非常诚恳的打电动 我就是讲的很像在胡安 但是我真的哼的是 听起来很得 对 没有在瞎胡乱 就是完全的以以贯之 有没有 有 我都会认识的问题 认识了 我跟你讲 我最近从假面器是理解的一个事情 但这个很值得讨论 我觉得你们两个也知道 为什么人要原谅别人 哦 哦 哦 对 终于我们有来一个 来一个 我们可以理解 哈哈 频率比较接近的 为什么人要原谅 像这种 美国好莱坞动画片 对 终于来到欧席的 对 为什么人要原谅 你们觉得 天哪 我想了很久 少年谢谢你哦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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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主持棒交给你了 哈哈 笑死了 我刚刚有一度觉得我 这次画面根本不需要存在 哈哈哈哈 就直接把我 直接把我 直接把我抽掉就好了 哈哈 笑死我了 我就负责在旁边笑就好了 哈哈哈 哎 真的 而且 因为 看一个不算命的 又不算命又不打电动 对 讲一个歧视 所以我意思 世界另外一个存在 你来之前我超级焦虑的 因为我完全进入了一个未知的领域 像这样太 但我还可以 我还可以 我好好做的人可以理解你们两个 哈哈哈哈 我的世界有你们 哈哈哈哈 笑死你 不是我尽力的 笑死你 我也觉得我尽力了 哈哈哈哈 我跟你说 你知道你刚才聊天的时候 我在旁边这样脑子这样 然后讲话要超快你知道吗 然后对我来讲 那个语速已经不是我可以承受的范围 我这样放慢放慢 我很努力 没有没有 而且重点是 我是在跟你讲话 对不对 我眼角于光 我一直看着他 一直这样看着我 我觉得我没有看到 但是我觉得他在求诸 哈哈哈哈 我第一次这一集话这么伤 真的假的 你们属于很常存在的人 我比较特别 所以我觉得还可以 我还可以理解你们的 我们这种人类比较多 应该多一点 正常都一直从 所以我觉得比较 我们这种人类是真的比较多 对我属于比较 这个 他特别 你是 比较怪的 哈哈哈 你是元宇宙 比较怪的 超级灾难 但我本来就是一个 超级 相对一般人 真的很奇怪的人 继续回到原谅 还没有想到原谅 你觉得人为什么要原谅 我刚刚我已经忘了 这个 这一题才能继续往后接到 假面骑士 哈哈哈 这个我最近真的想超级 我每天都在想这个 对啊 你说人怎么样 为什么要原谅别人 为什么要原谅别人 对为什么要原谅别人 人为什么不原谅别人 就是如果你一直原谅别人 那如果做错事 人都会被原谅 那他们就 不可能 那我还要警察干嘛 对啊 那他就一直犯错就好了 嗯 对啊 所以 对啊 为什么要原谅他 而且你原谅了一个犯错的人 那 不犯错的人不是很笨吗 不像白痴吗 对啊 可是这个是有前提吗 没有前提 就是他就单纯这个问题 人为什么要原谅别人 我们去讨论这件事嘛 就是讨论原谅 但原谅很多场景 对啊 原谅很多场景啊 很多结构嘛 对啊 但这到底为什么 我任何场景 我都想不出来为什么要原谅 哈哈哈 所以你认为应该是 譬如有人犯错 就应该要 不是 我后来有想到为什么要原谅 但是我觉得从这个起点 我们来讨论 因为我最后在假面骑士中 我用不到答案 但我想听听看你们想法嘛 就讨论 我们顺着这个讨论 等一下 不会吗 我很认真的 最后要给我一个很靠北的东西 没有没有 就结论是很认真 我觉得这听起来里面有陷阱 得到的过程蛮靠北的 但结论很认真 真的 人为什么要原谅别人 我 我想一想哦 对啊 就原谅什么好处 对你没好处 你为什么要 你说放过自己吗 但是我不原谅到 我也可以去好处是啥 而且如果又说放过自己 这公平吗 对啊 我明明就已经受害了 我他妈还要再放过 然后再放过我自己 哇 那这个有道理吗 我一开始想法是这样的 即便我想到 我想不透 我实在怎么想想不透 我在想 我有原谅过别人吗 哈哈哈 所以你一直都没有原谅 哦 那你就站在不原谅这一题上 没有 我其实真的在想这件事情 就是我有原谅过别人吗 总有吧 或者是我有期望别人原谅我吗 啊 期望我觉得可能想不太到 一般加害者 很难期望 一般都是受害者 才会思考要不要原谅其他人 但我觉得要讲到原谅 一定首先要有一点恨 或者什么 是不是 对啊 要有点情绪 对 但如果你连恨都没有的话 就根本不需要原谅 我觉得关键点 应该可能还是在这个源头 对我来说 对啊 像我就很少 真的看谁 或者什么 所以我也从来没有感受到 我有原谅的需求 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恨谁 我总觉得他做这个事情 似乎也是合理应该的之类的吧 因为我是还蛮会替人家找理由 去看他的什么成长背景啊 这个换位思考之类的 然后为什么会这样 之类的 会去研究那个儿童心理学啊 什么小时候呃 这个原生家庭带给你的印象啊 什么之类的 那你看久了就知道 哇 其实其实就就 也就是这样子而已 对啊 之类的 我觉得理解够多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 好像也没没什么真的 那么多可以恨 那如果把它换一个角度是 有一个人来 假設有第三者 不是我们三个人 对 他被冒犯了 不管什么原因 然后你觉得他要原谅别人 因为这个讨论就是基于 原谅到底有 为什么要原谅 为什么世界上有原谅 这很奇怪 但是这个世界上的确有原谅 但是为什么 这个 我觉得我的想法可能还是会比较 跟你刚讲的那些比较像 你不是想原谅就原谅 不想原谅就不要原谅 不是这样 他自己决定 有曾经有人问过这个问题 没想到我随口讲一个 竟然真的有 是真的有 我现在才回想起来 因为他好像也不是直接我说 我人为什么要原谅 他应该是问的是 他的前男友伤害他 然后他非常的恨他 然后他也 他不能够原谅他 他也相对的不可以原谅自己 因为他觉得他太过于单纯 然后受骗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告诉他说 我其实比较建议他先不去想原不原谅对方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先放着 不要去思考这件事 那先去思考自己 因为他连自己都不原谅他自己 他很责备他自己 我说那你先去思考你为什么不原谅你自己 你如果先思考这件事情 先思考完了 我们再来讨论我到底要不要原谅对方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我要不要原谅伤害过我的谁 我好像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我把我自己的日子过得很好 没有那个恨 你没有想讲 对因为我我觉得我把我好像把很多的力气放在我自己身上 然后我让我自己过得越来越好 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花比较多心力在打造这件事情 花比较多心力在做这件事情 不去探讨这件事情 没有我就没有去探讨这件事情 所以你知道久人久吃这件事情就对你来讲很小 对然后这件事往上一格 就是我们把它从个人上往上一格来想的时候 因为我就继续往下想 我也是其实我跟你很像 我很少去讨论什么要原谅家人 对就算你讲儿童心理学或什么原因 我们就觉得他可能就是这样 所以也不会再碰面了 那就过去 但我们再往上一格之后就会讨论到所谓的刑罚问题 就这个人犯了一个罪 究竟要不要原谅他 要不要给他机会 为什么要给犯罪者机会 如果给就同样逻辑 如果他犯了罪你给他机会 那不是显得不犯罪的人很笨 然后感觉给机会是一个人权 好像比较先进 听起来目前是这样 就是美国可能是这样 就是说给大家一个机会 对我们再一次或什么 可是你感觉东方可能很严谨 例如你看日本可能你犯了一个处罪可能是社会性抹杀 取消文化 类似这样 那你就想所以这个状态也不是先进不先 日本也很先进 所以这是个先进不先进没关 那就回头讨论就是 为什么要再给他一次机会 我刚刚听到一句话是说你说不犯罪的人不就很笨吗 对啊 就是这些犯罪的人如果会被原谅他有第二次机会他就出来了 那为什么要给这些犯罪的人一次机会 可是我觉得不犯罪的人没有很笨啊 或是相对不那么公平听起来是这样 或是我们不讨论公公民 我们就讨论要不要为什么要给他击碎好 如果不对比的话 我们当然就讨论 为什么要给他第二次机会 对啊 为什么要给做错事的人第二次机会 为什么不直接就是最严重 他再也没有机会翻身 他人生就抹消他 这某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是应该我们如果做这种 到底要不要给他机会这件事 应该是看给他机会或是不给他机会 是对人力全体的利益是否是极大化的 对对 逻辑上是这样 逻辑上之类的吧 那这里是给他机会这件事是极大化 是啊 这个极大化到底极大化在哪 对 这个就是这个是另外一件事啊 对这就是下一个 如果以公司管理方向来说 对应该是先先先先处理掉再说嘛 不要不要搞得那么复杂 但为什么会有两种类型 对啊 为什么你看日本跟这个美国就是 他可能文化背景不一样 但是我们只在想 这两种到底到底 所以一定要有一定有个理由是 给他机会是好事 但这个到底是什么 给他机会好事是什么 会有什么好事吗 我们给一个最犯重生的机会好处是什么 到最后很有可能是信仰吧 就是你相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绝对的坏人 某种程度上跟他有一点点类似 但是我其实蛮常在思考的是 人性本善还是本恶 OK 回到善的本质恶的本质 所以觉得原谅 而且也没有什么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没有绝对的善也不会有绝对的恶 我觉得 而且我有时候常常觉得一件事情是说 有时候犯罪有时候真的是愚蠢 跟他是善或是恶没有什么绝对很大的关系 我常常最近之前有一阵子常在研究那个 比如说陈静心这一类的人 每天都在看他们 然后他就说你到底每天都在研究 他会一直看 你是一个战罪学家吗 没有我就很想理解 非常非常想要理解 就是说当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们在想什么 那因为我无从问他们嘛 那我只能去看那些深入的深度的报道 然后一篇一篇看一篇一篇看 一则一则看 我很想要知道我是不是可以从里面看出他们 譬如说陈静心就是说 我就是生活很艰难嘛 我就是没有办法我身不由己之类 那我想说是有多身不由己 到底为什么身不由己会让你走到这里 我就是很想理解这件事情 所以我其实没有觉得说好像很多事情都是绝对的 我没有怎么这样看 我就是在想这件事的时候 我花了超级多时间想要告诉我 想要找出个理由是原谅他会有极大化的可能 但我怎么想都想不出来 除了自我排解以外 自我排解 对就自我排解是说我放下了 所以我可以去过新的人生 我不要觉得除了这个以外 从这个外部个体来看 我真的想不出来 直到有一天看假面祭司 终于来到重点了 我跟妳讲我刚刚讲的 他扑梗扑超久了 结构也要到我们才能理解这件事 真的 真的 我觉得我接下来 好我今天没喝酒 好不好 我就讲的是 因为他里面有一段话 他里面这个故事设定是 他们的坏蛋要让里面的某些未来重要人士绝望 只要他绝望到一个程度 他就会变成怪物 类似这样 然后他讲完这个时候我会懂 我会理解 原谅的目的的设计 是不要让这些人绝望成为怪物 就是你讲 人没有绝对的善跟恶 人有可能有好的意念 可是如果他今天犯一次错 直接就是跟犯十次错 结果是一样 他会直接做罪恶的那个事 嗯嗯嗯 对 这是跟古代早年台湾一样 很多早年台湾找到枪身上带枪找到关九年 所以很多黑社会一被警察找到枪 当成就开枪打警察 因为对他来说他关九年 他不如拼一发 嗯 他可以逃走 所以我就忽然理解 这个原谅的设计其实是为了什么 不要让人绝望 嗯 因为一旦让人绝望 这个不小心犯错的人 可能他就直接走到最底 嗯 因为他绝望 嗯 没有道理 没有道理 我的理解是怎样 从假面戏到最后的结论 我决定王海的看假面戏 不是 因为我真的想了这个理由 我不敢聊 我真的 为什么 我大概有一个多月到两个月 都不敢跟大家聊原谅这件事 因为我实在 厘清不了一个原谅的理由 为什么有原谅 为什么世界上都有原谅 我怎么想都觉得没道理 直到就是我看那一集有幻动 就是对 就像跟Hank讲 这对全人类利益最大 对啊 对啊 如果我们今天刑法 这同样回到以前 我也不能理解 为什么不能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嗯 为什么现代社会不是这样设计的 一命还一命的 也是之类的 原因是我觉得这个设计里面 包含了一种 这种意义在 就是如果你让罪犯在 很轻的罪的时候 他就已经绝望了 对 他就直接干罪中了 对 对 他干罪中的时候 哇 那就很精彩 很恐怖了 他就很恐怖了 嗯 对 所以我就理解了 至少我从这个环节上理解了 原谅的设计是 嗯 所以有了 有一派的人站这个角度 但他不是正确的 没有没有 这没有正确 另外一部分可能 其实日本很严苛 他们也很好 嗯 可以理解 就没有人拼得过亡命之徒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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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人性的啊 不要命的最大了 对 而且回到你讲的 他就是没有办法 你以前讲的 罪犯他就是绝望啊 嗯 他不管他是不是真的那样子 至少他内心的认知是 他到底了 嗯 对啊 那他到底他就 无所畏惧了 什么都做得出来 无所畏惧了 对 那这时候就是 很可怕的事情了 对 然后反而 如果再把美国套进去里面 你就会理解 因为美国的枪支是 泛滥 泛滥 嗯 所以一旦他的人 任何一个人走向绝望那一刻 他能创造的这个创伤点 嗯 绝对是 很惊人 很惊人 嗯 对因为他那速度太快 他只要一个点转不过去 他就开始 他就拔下去 那拔下去这个事情就 就没有回头路了 这个 对 可是还有另外一种更绝望的人吗 你说连拔下去都没办法了 他就把自己拔掉啊 对 这是另外一种 其实他们之前讲这个 在好像生物学里面逻辑 所有生物体的特色都是 他会一直破坏环境 让自己生存 其实吃东西就逻辑嘛 我把东西吃进去 吃进去 但他一定无力破坏环境 他就开始破坏自己 所以你讲的是下一个阶段 就当他绝望的时候 还有两条路 一条是 他收拾他自己 因为他连破坏万千环境没有 另外一条就是 他收拾掉 外面的东西 但我还有发现有一类人 他们可能从小 待的环境 他们是比较 经常性的会被罢了 啊对 我就觉得他们也很绝望 就这个也是绝望到底啦 某个程度上也是绝望到底 小时候的力量是最小 对啊 像之前我们常 我看战杰 然后他为什么无差别杀人 是因为 他小的时候六年级 其实有两个女生一直在笑他 然后他就很恨那两个女生 那他就已经在那个时候在发誓 就说我长大以后要把他们杀死 要把他们杀掉 那长大以后 他们就后来跟这两个女生失联 那他哇 从六年级毕业一直到长大 都一直在plan这件事情 一直在plan这件事情 然后他在跟他另外一个同学讲的时候 他同学其实不以为意 就只是以为他好像看了很多这种杀人的这种书 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 结果没想到他真的这么去做 但是他并不 因为他已经对跟那个两个女同学失联了 他就把这些怨气全部都发泄在这个无差别杀人世界 他就把他发泄出去了 所以这可能就是 我们讲他的那个绝望 可能不发生在他报复的moment 可能发生在某一个环节 对 然后那个绝望到一个极致的时候 他就已经魔化了 嗯 对 然后只是他外表看起来是个人 对 他知道 对啊 他内心这件事情已经变成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 要去报仇了 对 他的一切目标跟内心已经成为这个 但这一点就也让我想到 以前小时候啊 因为说我们在网络上看的时候 大家很常在嘲笑一件事 就是很多罪犯青年的父母 都说我儿子很乖 嗯 嗯 对嘛 就讲这个嘲笑说 对 你儿子最乖 嗯 可是反怪一件事 我一直在反思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像你讲那个霸凌的问题 为什么那么严重 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可能不相信他 他一定回家求救过一次 他一定是在权力者上求救 就已经失败了 嗯 对 那我们之前提到一些案例就是 他父母可能都觉得 就是那是你的问题 你被罢了你有问题 啊对 有一些是这样的 所以他其实是某种程度 其实他是一种吞水岭 嗯 因为你在被你小孩讲这件事的时候 你真的只有两种选择 相信不相信 但你可以尝试理解 可是理解完之后结局也只有两种 嗯 相信不相信 嗯 所以 我我真心觉得就是 虽然就是说我儿子很乖 这个事情很好笑的一个话 就是你儿子最乖 但是事实上 我认为在小孩的角度上 真的你一定要相信他 对 但你有责任要厘清真相 可是至少你是他最后一根刀草 嗯 因为他没有力量破坏环境的时候 就是他绝望的根源 对 但你是他主义的一号 所以我觉得这是核心 我就理解 啊难怪 就是说这个话 他的确那个场景很不合时宜 但是这个话是一个 我反而觉得是一个倒影的话 就是你的父母 但他的父母可能没有真心的理解 他的真相是什么 所以可能出现了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 就是父母亲是 一定要相信你的孩子 就你不要第一副就觉得 他一定骗我 他怎么样 因为 这真的来不及 嗯 就当他真的需要你的时候 你还是觉得这个点的时候 对 那我觉得那就来不起 对 我其实觉得相信真的非常的重要 对 然后这个背景 我觉得是很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这是真的 对 我还是对于那个感 有句话讲 我很有感触 就是 呃 小孩子是你部分 但你是他全世界 嗯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对 对 尤其是现在看起来不是 但是当他面临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你真的就是他的全世界 嗯 如果你都放弃他了 那真的没有人会 再把他救起来 哎呀 突然觉得我要开始看讲面 其实 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议题讲到一个很有趣哦 就是 呃 也就是同样的罗家讲小孩这件事情是 呃 也是回到假面棋师 哈哈哈 就是假面棋师有一个剧情 因为假面棋师他有个有个有趣的困境 因为他是给小孩看的东西 他得卖玩具 可是 你是好像五十几年了 所以其实看的人都长大了 所以你还要符合长大的人要继续看 那是怎么做呢 其中我们可以有一代叫做这个 他是XY讲游戏的 就是我买了无敌玩家腰带 这讲游戏 这个故事是这样 这个主角呢 他永远觉得人不能死 他们讲就是有人得一种病叫游戏病 医生要去救他 主角永远说你们不能死 生命很重要 一定要活下去 不能死 然后呢 他的敌人很脑残 就是跟他说你快点跟我玩 但这个敌人是他肉体分出来的一个敌人 一个病毒 然后他的最大的对手呢 永远是希望要把人类都消灭 变成城市嘛 然后这故事就是很傻 就很传统的傻故事 就是主角要干掉魔王 对不对 主角救人类 魔王要把人类变成城市嘛 就这样打起来 你就这样看完之后 小孩看完很开心 接着他就出一本小说 去补完最前面发生什么事 然后理解为什么这些傻逼的人 会这么傻逼 就故事非常精彩 他的故事讲的是 那个主角为什么觉得一定要 就是生命是这样 所以主角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自杀过一次 然后他自杀原因是因为 这个世界所有人都忽视 他包含他的父母 然后他觉得生命不重要 可是当他死的时候 那一刻他被救起来 给了一位医生救了他 然后给他一台电动说 你可以一条命过关吗 生命很重要 所以他从今以后 所有的投射 就是他面对每一个死亡的时候 都投射他小时候自杀那个moment 所以他觉得人一定不能死 你们一定要活下去 所以是基于这个原因 然后那个分离出来的 那个怪物很脑残 一直要阻碍他 说要跟他玩的 就是他自己 因为他就是一直希望 有人跟他玩 但他直到他自杀 那个他爸也没有来看他 没有任何人来看他 没有任何人要跟他玩 因为他一直在转学 没有人理他 所以他只想要有一个人跟他玩 所以才制造出了 所以他反射出了这个敌人 然后那一个呢 一直希望把人类尘世马的人呢 是因为他是一个天才科学家 写尘世 写尘世的人 但是他就不比他母亲 他母亲生了一种人类的病 然后死了 所以他决定 他觉得人类太脆弱了 他觉得尘世马可以重来 所以他把所有人类都变成尘世马 让他妈妈复活 就在前面的这个故事 虽然就是你讲儿童心理学 看到后面那些创伤造成后面那个傻逼的执念 但是小朋友看后面那一段觉得很开心 那其实背后在讲什么故事 对 它是很深的一个故事 其实在探讨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小孩这件事 如果我父母们其实对小孩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 而且这种原生家庭带来的不管是创伤或是阴影或是什么 其实在我们来讲 它就是命运的一个结构 因为你在命盘上 你会看到父母空就是这样 其实他在你出生那一刻 他也写了一个大概 但是接下来你怎么去面对 这一个我们所谓的过去的因应和创伤 怎么面对 怎么去做很多事 我们会有很多新的方法解决 我常常在跟大家讲 孝顺父母对事业很有帮助 面向上是这样 就是你父母在两边 事业共在中间 父母不好事业就不会好 所以它是一个悲剧 就是你父母不好 所以你事业不好 你就更讨厌你父母 好就是恶性循环 但是道教想了一个新的方法来解决大家 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就大家最常听到的 任神明当干爹干嘛 我有听他讲过这些 因为在命盘上 它是一个雷头的过程 我刚把他要以为 你要说这边打肉图干嘛 就是任干爹干嘛 所以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很多很多问题 对因为官公不会请罗你 你爸妈会请罗你 妈祖不会就是整天叫你去洗澡 但是你现在求助的时候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很聪明的做法 然后用这个方法 你就可以脱离这个循环 因为你向长辈求助 你得到了好处 你就相信长辈会帮你 你就建立一个权力结构的正循环 那这时候你就会变好 那你有干爹干妈吗 你说我有干爹干妈吗 我没有干爹干妈 我说你有任神明当你的干爹干妈吗 我小时候信了十年的基督教 所以某种程度来说 我跟耶和华天赋还是比较熟悉的 你想说信了十年的基督教 对非常狂热 我是一个相信 我那时候是一个狂热于基督教的算命师 哇塞那酷了吧 狂热很狂热 那当你有跟他很熟悉吗 长得像耶稣 有爱 我感受到爱 耶稣不是个快乐的人 耶稣不是 耶稣会被盯起来 对啊 那你现在还是个基督徒吧 你觉得 我是个全身教徒 我不能传承基督徒 因为基督教狭义的设计里面 你必须只能是一神中信仰 但是我相信耶和华的存在 我也相信他讲的是对的 他的确 他只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诠释 他的认知 对 那个认知他讲的没有错 对 他只能说对 他讲也是一些人类简单的真理 我觉得简单理解有点像 你会发现美国大联盟的投球选手 他们基本上就是球数投160结束 他不可以讨论七彩变化球 可是你发现日本的投手 就投七彩变化球 对 那就是文化的不同 和方向的不同 最后导致你的做法不同 然后都是希望帮助人类过得更好 哇塞 我觉得你的你整个人好 混乱 很独特 对 非常独特的一个组合 说不出来 这几个东西本来不应该都在一起了 就从来他这个可能有人类 谁能来自于好奇 人类历史上这些事情没有都在一起过 可能 对啊 应该还是有 还是有一些很酷的人啊 是是啊 南淮金老师就蛮酷的啊 他打电动吗 他不然电动 但他是剑仙嘛 啊 他是他的师父是天下第一剑嘛 所以他会剑仙 同时也会佛法 也会独家师啊 就是也是会有这种 的确啊 还是有一些 但是你知道没有见过像这种组合的啊 原宇宙组合 对 原宇宙组合 新闻法师嘛 新闻法师同时是电视畅销连续去制作人嘛 啊 同时也是小说家嘛 他打电动吗 他不打电动 他们这时代没电动啊 原宇宙比较 你知道Meta现在比较流行 那个他们的时代也不打电动 没有电动 只要他们才没电动 有电动搞不好就不打电动 搞不好就打了 对啊 有时候没电动吗 我们有马力兄弟 那是很弱的啦 在战乱这么严重 对啊 动心率有吗 哈哈哈 我觉得每天我们早上起床 开始就要不停的做很多决策 那很多时候就会卡在一个东西上面 没有办法决策 你觉得大部分时间是为了什么 从算命的角度来讲代表时间没到 所以你没有想到 时间到你就想到 所以有时候你会不完全想通 其实时间到了 就这个剧情得往下一个交换演 你就想到 如果你早点想到 有时候这事情就不会发生 对吧 但是你发生某一件事的时候 你是为了理解某些事 对像很多朋友可能前面破产 是为了他下一次创业成功吗 被老板fire 是为了他做出更好的东西 是相信 他为什么没想到 对那如果更悬一点 有的时候在道教逻辑里面 有时候是你福报没到 你没资格想用 所以你就是 对所以你去超度祖先 或是你做一些所谓道教一式的事 你会发现你就想到我们的事 你就放下 为什么是你没资格 对 那如果从科学一点角度来讲 有本书叫决策两难 他就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现在有A决策跟B决策 一定都是烂决策 因为通常答案最好是C决策 没错 同意 所以你第一个想法一定是烂想法 就这样 所以我就养成了一个好习惯 我从今以后就是跟我同事讲说 我现在跟你讨论的是烂决策 我们想一下不要做决定 然后下礼拜我们再来做决定 这跟我想的是很接近 像你 你也会有决策上面的一个量难吗 不会啊 我就算命算了 A或B哪个好就A 就这样 但最可怕的 往往不是A或B哪个好 是AB都很烂 现在怎么办 现在怎么办 通常都是在卡在这里 纠结 你就得做嘛 你怎么办 但是我有一些极限选择我会不做 举例来说像我就讲 我盯日就不出门 不说话把自己说起来 因为我是盯年生的 那盯日我就特别容易说错话 所以我盯日就所有的 不管是节目什么的或沟通 我都不上线 就消失 然后你会发现很神奇 就往往那种特别有争议的通告 那一张去觉得 可能是讲完之后会打起来的 都在盯日找我 我都拒绝掉 就刚好拒绝 很巧 所以就你理解了这件事情之后 你就可以闪过这个 对 你可以大幅的下降 它可能造成的问题 所以我们只要找到 我们自己几年出生 然后那一天 我们就可以自己去计算吗 可以 但我的YouTube有一个影片 告诉你说 这事情是什么 对 然后你是哪一年会发生什么事 也都不行 那今天这个课是在讲什么呢 这个课主要是一个 创新的算命课 就是我们刚刚讨论人生很多的关卡 和他们卡住了 和绝望或是等等 其实都有希望 那这个课的特色就是 没有要教会你算命 它是教会你怎么突破你现在的卡关 跟你现在的绝望 让你有希望 就例如说我们从场景出发 例如老是欲渣男为什么 可能因为你就是都找数鸡的 对不对 或是数兔的 而且你找数码你就过关了 你是用场景的方式 对用场景 例如说我现在工作就赚不到钱 我又怕创业 我该怕创业 那其实根本从头到尾不是因为工作专门 和创业问题 是你的产业问题 其实你做这产业就不会赚钱 你从指挥斗数上一看 你知道你做另外产业就会赚钱 你就应该去做这产业 就是这样 然后你就过关了 因为你还害怕 但是用指挥斗数 或者这些算命 多一个帮助帮你 那姓名学那个是比较单纯 简单 相对来说 我觉得比较容易一般人可以使用 就是生肖性能学的逻辑 他不用记笔话 你大概看到那个形象 跟你的生肖合不合 你大概知道一个警惕 包括你说 你跟他在一起 这个男的会不会压制 还是会克你 还是你会帮他 还是他帮你 你有个初步的判断 接下来你跟他相处一阵子 你发现真的是这样 那你就闪开 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主要就是从场景出发 你生活中各种 你会遇到的商业的 爱情的 健康的场景出发 然后帮助你 让你不要绝望和希望 不要卡关 可以破关 就这样 超实用 我觉得他听起来很实用 对 就不是算命师课 以前的算命师 就是让你成为算命师 但不是每个人都想要成为算命师 没错 你绝大部分人想要 只是他现在能过这一关 他就好 解决我自己的问题 而且据我所知 就是算命 真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学得起来 我觉得可以理解 但是要到 真的 可以真的当算命师 我觉得那个 要有点天赋吧 对 就是你一点上辈子的场景 上辈子的场景 就像三角函数一样 对对对 这个还是有些人比较适合这个事情 应该不是每个人上辈子都在 都在帮人家算命吗 对对对 不太可能吗 对对对对 我最后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可以啊 你可以问十个问题 我都可以 我真的很好奇 你可以一直问下去 你觉得人为什么那么爱算命 我觉得人对未知的事物都是恐惧的 然后算命可以让你有掌握到一点点 未来的已知 然后已知你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就跟女鬼一样 我们今天讲嘛 大家都怕鬼 可是其实僵尸比鬼可怕 因为僵尸会毁灭世界 你有看过鬼片毁灭世界的吗 对吗 我 我 我 是不是可以问说 会不会 有的时候 你知道了 你先知道的那些位置 其实会混淆你自己 这个我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算命这件事 更多之后 你 他其实目的是要理解你有命 然后你在有命之后 你再去尝试你可以挪多少 不懂 就是 你 他不算一个混 例如说你知道你明年 工作运会不好 你开始怀疑 你想要努力 所以你就开始努力 想要克服这些问题 你可能试了几次 就发现真的蛮硬的 然后你可能 接下来下一次 你在爱情中 你发现你今年遇到对象都很烂 然后尝试努力试一下 发现都很烂 就你会开始思考 人是不是真的有命 好 那这是第一个起点 算命的起点 发明起点是会让你理解 人有命有规律 那有规律之后呢 他就开始让你理解 既然这些事情是有规律的 我能做的也是有极限 是不是我不要那么用力 试试看 就是我面对这个事情 我面对工作的状态 的时候我能不能顺着他 我能不能就是去思考 发生什么问题 而不是用力 然后你就会慢慢分析出 原来这事情的构成是 前面好多好多因子的结果 并不是所有事情 都是我现在往左走就结束了 他背后曾经很复杂 当你理解这事情的复杂之后 你就开始谨慎的面对 你现在眼前下一步 你要做的一切 做的每个决定 你就会理解 原来做决定是长远 他不是一个 我今天做完明天有 而是我今天做完 可能这件事情 是5年10年 甚至为人生未来 这时候我就开始思考 我要怎么做出一个决定 然后你慢慢会发现 在这个情况下的时候 我能怎么样的做会更平淡 所以就会达到一个境界 大家讲就是不以物行 不以己悲 规律在 在这个规律在的时候 你是平静 你看着它 你知道你怎么缓解到它一个程度 你开始分别出来 哪些东西是你做 你可以做的 哪些东西是你无解 无疊效应的过程 而从中去慢慢一步一步 修正出你自己 找到一个你的状态 那你就是这样上去 那你就找到一个节奏感 这节奏感就是你生活的节奏感 你知道怎么过你是最好 你是最舒服的 你也知道你要多拿一些什么 就得付出一些什么 那你要不要换 这时候你就自由了 因为你自由 你自己决定了 你要不要换 你要多付出一点吗 还是你要少付出一点 所以如果这个算命是认知边界 跟你的同温层很远 它就很难推敲出你的结果 所以你要算命 就找跟你同温层的算命是最好的 什么是同温层的算命 就例如说他找我算命 我可能就很难同温出 状态吗 Hank的状态 或是Hank是算命师 我来找他算命 Hank也会很难 他推出来的结果 因为他世界里面没有我的世界 我懂了 他所有的场景我都不熟悉 完全没有办法推测 所以他的推论 就会出现很大很大的偏差 因为他是状态结合认知 推敲出的结果 所以算命是一个推理的结果 可是你这样子的人 很难有人跟你一样有同差不多的情境啊 所以我很难找到算命师帮我算命啊 但我可以自己算自己啊 对还好 嗯哼 那我们今天到这 谢谢 感谢两位 我们那天跟少年聊了一个晚上 你有什么想法 不要说成为一个很 很专业的算命师 嗯 我倒是觉得说 会一些这样子的东西 我觉得也不错 嗯 他感觉比较像是可以帮你 简单来讲 就是趋吉避凶啊 然后帮你判断一些事情 对对对对 就是有一点像是人生可以依循的某一些准则 那你如果理解了之后 你可以稍微在判断某些事情上面 可以稍微轻松一点 嗯 而且我觉得会比较有一个方向 嗯 然后内心也会比较有一些 呃笃定 嗯 我觉得你看点上人就觉得他这个人非常的笃定 他非常的利益 你有看过ChapGPT不笃定的吗 诶这样讲好像满了 哈哈哈哈 他非常的笃定 他讲出来的话就是非常的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知道 他很清楚知道 他很清楚知道 对 这个是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我觉得超不容易的 嗯 真的 我都觉得我应该来学个面相 还是什么词微斗书 词微斗书真的太难了啦 哦 词微斗书感觉啊 然后寄一些东西 当然因为很多心啊 很困难 我觉得面相先学一下 面相可以 面相 对啊 但面相的书我有看过耶 你有看过吗 嗯啊 我看不懂 还是看什么极客字啊 什么 没有啊 然后还有什么鼻子 然后什么脸啊 什么脸心 这种 面相我真的有点弱 我只能看到这个人的气 气场怎么样 是不是灼灼的啊 哈哈哈哈 之类的 灼灼 像你就灼灼的 这样 我就灼灼的 你灼啊 我哪里灼 你超灼的啊 我不管 我说你灼 你就灼 嗯 哈哈哈哈 乱 乱弄 随便随便 随便 乱说 好啦 简少年有开了一个课 嗯 他跟知识微信 有合作一个课 他说 不是要叫大家成为专业的命理师 他这堂课呢 其实是呃 教会你简单的一些命理的方式 然后避开那些不适合自己的选择 那呃 从这个我们人生中最容易卡关的困境去解题 哎 讲说解题 我真的觉得 简少年很会解题耶 嗯 听起来真的很厉害 对 你问他任何一个问题 他都会帮你解题 他都会帮你解题 他好像生下来解题 而且我觉得他爱解题 真的 感觉他就是 什么题目来 他都 不会 回避 他就直接帮你处理 对 嗯 这是一个know how 这真的是个厉害的地方 对 他也不用回问 反正他就是直接回答你 没错 他爱解题 他是真的爱解题 可是他说他是学渣耶 他可能在 一般的学业上面 不见得很厉害 但是他对于这个人性方面 可能应该是蛮强 哦 这是真的 嗯 现在在课程 还在募资的预购期间 到目前为止 都有低于五折的优惠 使用折扣码 图书馆350 还可以再折扣350元 更多的详细资讯 请看资讯栏 这个简少年的课程 他是会说 紫薇斗数 面向 姓名学 风水 这些命理的技术 最简单好懂的方式 依据事业感情 人际关系 家庭关系 财运 这些问题情境 教你如何运用 不同的命理技术来解题 又是解题 他真的很爱解题 反正 简而言之 言而总之 这个 大家可以去上一下 这个简少年的 这个课程 好吧 OK 有兴趣的话 请参考资讯栏 资讯栏 它有什么折扣码 是吗 是的 OK 好的 好啦 你要去学一下吗 我可以研究一下 你有天分吗 我觉得应该还行 为什么 因为你喜欢解题 对 可是你是耶稣那一派的 你又不是道教派 无所谓 都看多听多学 好吧 好啦 好哦 就这样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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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